一群白衣女孩正在被野狼追赶 上方几名男子拉弓朝他们射去 原以为他们是救女孩 结果每根剑都射在了女孩身上 原来这只是他们的狩猎游戏 这些女孩都是最近被抓来的奴隶 他们一边要躲过狼群的追赶 还要注意上方射下来的冷剑 接连有女子不是被狼咬就是被射中 好在有两位公子心地善良 眼看两个女孩就要被咬中 他们果断出手将狼射死 此时一头狼又来到两人眼前 小六叫另一名女子躲起来 准备自己单独应付野狼 他掉头将狼引开 此时上方燕巡世子又射出一箭 暂时就吓了他 可宇文怀又瞄准了小六 幸好被他躲了过去 宇文怀又射出一箭 可被燕巡的箭矢在空中拦下 燕巡表示他看中了这个女孩 谁都不能动她 可小六又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虽然很冷静 但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两头狼的对手 他被咬住手在地上拖起 这时他看见了插在地上的箭矢 趁野狼扑过来时 一个划铲刺中了他的腹 解决完一只还有一只 燕巡刚想帮忙 可宇宝竟然自己解决了 燕巡露出欣赏的目光 此时在猎场的另一段 宇文怀也看到了这一幕 天生的战士 狩猎还在继续 与小六同行的姑娘被野狼盯上 关键时刻小六及时赶到 纵身一跃将她救了下来 可他越顽强宇文怀等人就越兴奋 他们开始驾马主动追赶女孩们 一个个女孩相继倒下 很快只剩下了小六两人 这时身旁的女孩也被建设中 小六愣住了 这是他失意醒来认识的第一个人 就在刚才他们还被关押在球车上 小六在梦中不断出现一些记忆碎片 有人叫他楚桥 有人叫他金小六 梦里的他似乎武功高强 可在与人打斗中不慎跌入悬崖 等醒来时就已经在球车上了 身旁一个女孩自称叫卷毛头 听到小六的肚子咕咕叫 还主动给了他馒头吃 小六也对这个善良的女孩产生了好感 从球车下来后 他们被迫换上了统一的白衣服 衣服后面还刻了几位公子的名字 小六身后刻的是宇文悦 如果他能活下来 以后就是宇文悦的人 小六悲伤地抱着卷毛头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可公子哥们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宇文怀再度拉弓 燕巡也随时准备救人 远处的宇文悦也射出一箭 三把剑同时朝小六袭来 小六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小六被送进了宇文悦府中柴房里休息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 不禁感叹这是什么世道 人命犹如草芥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早晚要让这些贵族们血债血偿 这是一个下人走了进来 小六 是我 我哥 可惜小六已经没了以前的记忆 五哥看见他一身的伤 不禁责怪自己没有本事保护妹妹 随后从篮子里拿出一碗热腾腾的饭菜递给小六 可白天的精力已经让他对所有人都有了防范 他冷冷地说自己不饿 直到五哥知道他不爱吃肥肉还帮他咬了下来 小六这才相信了他 一边吃着饭菜一边流下眼泪 没想到这个世道还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五哥在一旁跟他回忆小时候的事情 并告诉他支箱姐姐和小八也在这里 他们都是奴隶身份 小六似乎也想起了他们 他冰冷的内心有了一丝温暖 次日姐姐和小八来给他送聊商药 这时女管家宋大娘闯了进来 以两人偷懒为由将他们一顿捕打 小六见状用弹弓将他射倒 随后又出言恐吓说他这是身体有大病的前兆 得赶紧去看大夫 宋大娘被吓得立刻离开了 姐姐知道是小六的小把戏 他立刻劝他以后不能再这样做 这是以下饭上 被人发现随时会人头落地 这就是那个时候奴隶的悲哀 随时都可能性命不保 几天后是燕巡世子的寿臣 朱管家特意来叮嘱他们要好好张罗 随后又开始调戏之乡姐姐 小六站出来替他解围 兰花放哪了 我不知道 你放那 那你快带我去 这也让朱管家对他怀恨在心 寿臣这天送大娘让小六去当人肉马蹲 小六一步步爬到春儿公主的轿子下面 公主为燕巡精心带来了礼物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她 可燕巡的目光却总是在小六身上 这时他无意中听到宇文怀和朱管家的对话 这是我寒散 把这个放进屋里 无色无味 就在这时宇文月终于来了 没想到九一少女的梦在微博和电视剧里完全判若两人 小六在一旁暗暗观察朱管家 想看他们到底想谋害谁 只见他借机和志香说话 却趁他不注意将要放进了宇文月的酒杯中 如果宇文月真喝了 那志香姐姐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凶手 宇文月一闻便察觉到不对劲 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放下了酒杯 可纯儿公主却在一旁下命令 说这是她从皇宫里带来的珍藏了许多年的家娘 不喝就是不给她面子 宇文月只好回应说自己身体抱恙 宇文怀却在一旁煽松点火 提议美人劝酒 若不喝就杀美人 志香姐姐顿时被吓着 她立刻端起酒杯 请月公子饮下这杯酒 可宇文月依旧不为所动 这些人互相算计 却要我姐姐为他们送你 就月公子饮酒 再不饮杀美人了 这样下去之香必死无疑 小六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独此一句 一个下等奴隶竟敢以下犯上 宇文怀立刻叫人将她拿下 燕巡再次出面解围 说金玉是自己生辰 不想看到打打杀杀 便提出将自己腰牌抛向空中 要小六猜落地后南面朝上 猜中了可免去一死 仍之前燕巡还故意给了她提示 不出意外迎宝猜对了 但宇文怀还不肯放过她 此罪可免活最难逃 最终小六被倒挂在树上一整夜 在宇文月的试一下 才将她救了下来 朱管家听到动静前来查看 见人是月公子放的 立刻就换了张嘴脸 人是我放的 告诉宇文怀 有什么事找我 季月公子第一次霸气护妻 小六回到柴房后 宋大娘又来了 她和朱管家都是宇文怀的人 扬言等小六伤好了之后 要把她送去吉乐阁 吉乐阁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批女奴被送进去 但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姐姐和五哥为此感到非常惊慌 小六又在做那个梦 梦里的女人是他妈妈 一直喊他楚桥 醒来后他问五哥自己的身世 可五哥那时太小也记不太清楚 只知道小六是后来来到自己家的 但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得罪了宇文怀不会有好下场 他们要想办法送小六离开 另一边 朱管家悄悄和一名侍女见面 还给了他一个盒子 这个女人叫锦竹 是宇文怀安插在宇文月府中的人 朱管家令他想办法把这个盒子 送到宇文月老爷子手上 并提示他可以从小六的哥哥身上下手 次日五哥正在为如何把小六送出去发愁 锦竹装作大善人的样子询问他原因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锦竹为他弄到了出门对排 有了这个东西 小六便可以离开宇文府 可他有个要求 想让五哥将盒子送给老爷子 因为知道他喜欢玩算愁 而盒子里面装的是从南疆带来的韩裕算愁 老爷子肯定会喜欢 没啥心机的五哥立刻答应了 小六想到自己再待下去一定会连累到家人 便答应了他们离开 并表示以后一定会来接走他们 晚上五哥将盒子送到了老爷子手中 可当他打开后里面竟有只蜘蛛 还未察觉到他伸手进去便被咬了一口 老太爷中毒身亡 此时锦竹出来汇报情况 他们的对话正好被逃出门的小六听见 担心五哥的安危 小六决定折返回去 此时宇文芙已经乱作一团 小六重新回到宇文芙 却刚好看见五哥被宇文芽处死 刚想冲过去又被他拦下 而宇文芽的贴身侍卫月七也发现了他的出门对排 并告诉他奴隶出逃是死罪 可小六已经管不上这些 他说五哥一定是被冤枉的 他已经待在府中一年 要动手早动手了 他指责宇文芽滥杀无辜 我滥杀无辜 又如何呢 这是一个仰望强者的事 做不成强者 注定 要给人借他 这番话在小六心中埋下了成为强者的种子 此时的他已经对宇文芽恨之入 而他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宇文芽和老爷子下的一盘棋 他的五哥并没有死 这时那只蜘蛛爬到了小六手臂上 宇文芽救了他还说是对他的惩罚 并且免去了他的死罪 而此时的楚桥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只想早日成为强者为五哥报仇 次日奴婢们正在干活时 一具尸体被送了进来 从别人口中得知他昨晚被送去极乐阁 今天人就没了 其他奴婢们都人心惶惶 不到一会儿宋大娘又过来选人 要把他们送去极乐阁 知香姐姐正暗暗庆幸没选到自己时 宋大娘突然走了回来 要让他把小六一病送过去 知香连忙跪下求情 说只要不送小六过去自己怎样都行 宋大娘一脸奸相 最后让知香代替了小六去极乐阁 就在这时小七也回来了 四姐妹终于团聚 可知香却开心不起来 他谎称自己要离开宇文府一阵子 并叮嘱小六要照顾好小七小八 凡事要多多忍耐才能活下去 可小六总感觉不对劲 到了晚上 他们被送到这个竖着镜去横着出来的地方 所有人心惊胆战 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浴池中一个身影站了起来 他就是无恶不作的习老爷 最喜欢蹂躏少女 极其残暴 知香无助地连连后退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此时三姐妹也知道了 姐姐去极乐阁的消息 他们守在门外等待 一大批尸体被运了出来 他们的姐姐也躺在上面 手中还拽着小六临走前 送给她防身的弹弓 三姐妹呆住了 小七差点喊出声 幸亏被小六拦住 三姐妹跪在姐姐身前 小六说自己这段时间 一直听她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忍着 可没想到却还是换来了这个结果 这就是当时的世道 奴隶们就像没有生命的 萝卜白菜一样被埋在一堆 小六的任务很艰巨 她不仅要成为强者 还想要改变这个世道的现状 她是如何步步为营 走向强者之路呢 在恢复记忆后 又是如何叱咤风云 让整个江湖乃至天下 听到楚桥二字都为之震动 宋大娘也真是厉害 一个人竞打的两个年轻女子还不了手 可她自己也差点掉入湖中 幸好被赶来的小六及时拉住 可还是因为太胖掉了下去 还拽走了小八手上的镯子 小七小八都很害怕 小六冷静地说是她先动的手 就由自取 原来就在刚才三姐妹祭拜姐姐的时候 宋大娘突然发现了她们 以她们私自烧纸钱为由 拿起鞭子就要抽她们 还把姐姐的墓碑给剃了 小七豹脾气一点也不惯着她 用尽全力将她撞到一边 在后面的追赶中 她们来到了宇文府中的石桥上 宋大娘也是在这里意外落水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不见了 一定会引来怀疑 小六却毫不在乎地说 如果以后被发现了 就说我干的 她必须要保护好两个妹妹 次日燕巡来找宇文月 两人平时关系甚好 燕巡一眼就看出她祖父的死不简单 从宇文月表面悲伤的状态 她看出了破绽 知道她祖父是假死 宇文月劝她不要参合宇文家族的内斗 燕巡突然话锋一转 开口闭口就是小野猫 她从狩猎那天就盯上了小六 还偷偷拿走了宇文月的一瓶疗伤药 世子 这药很名贵的 我们家公子都舍不得用 我舍得用不就行了 随后来到奴婢们起居的地方 想找小六 就在这时宇文怀又派人来找小六麻烦 因为宋大娘失踪了 昨晚有人看见他们在湖边吵架 小六解释说自己等人只是下等奴隶 宋大娘那种级别的人物 自己根本惹不起 而且抓人是不是得要证据 爷抓你还要证据吗 爷说的话就是证据 带走 好大的口气 燕巡又一次替小六解围 还说自己的千里良居最近上土下线 一定是由小人做了手脚 他断定是这个光头所谓 说完就要叫人抓走他 光头连忙解释 说自己连燕巡的府上都没有去过 怎么可能做手脚 就算是要抓人也得要有证据 抓你还需要证据啊 爷的话就是证据 风水轮流转 打败魔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魔法 光头赶紧磕头求饶 看见燕巡的眼色后 又连忙转身向小六磕头 最后几个人连滚带爬地逃离了这里 多谢世子相救 这就完了 完了 燕巡有意接近小六 可却遭到他的冷脸相对 他问小六些人连茶水都不准备 可小六说这是吓人的房间 放不起茶水这种东西 燕巡可不管这么多 坐下来赖着不走 狮子稍等片刻 挪鼻这就去气场 走 她是你这个妹妹有点眼底价 小六只好告诉他 自己哥哥和姐姐刚去世 就连自己刚才都差点性命不保 实在没心情对他笑脸相迎 燕巡拿他没办法 只好把疗伤药放下 就自行离开了 这天急了哥哥主席老爷来找宇文月 宇文月刚去世的祖父是他的大哥 在得知他死了后 有一想接管青山院 他拿宇文月的二房嫡出的身份来向他施压 可宇文月不是软柿子 以他的能力根本拿捏不了 于是他便提出宇文月年纪不小了 青山院也需要女主人 说完就塞给他一个事情避命 宇文月当然不会轻易答应 这明显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探子 便提出让所有想事情的人参加比试 谁胜了谁就能进房伺候他 这个消息很快传进了小六的耳朵 小六下定决心要参加事情避免的竞选 可他只是个铁铃档奴隶 身份最为低下 根本没资格报名 可为了能保住性命 他不得不这样做 于是在宇文月房门前跪了一整天 求他让自己参加 月公子一开始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 可直到从早上跪到了下午 烈日当头 小六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这种坚持月公子都看在了眼里 直到晚上他要入寝室 看到他竟还跪在外面并且没有倒下 宇文月冰冷的心终于有所松动 就在月七要拉他走时 宇文月终于出来和他见面 当知道事情必须要和他同床时 小六握紧了双手 但为了能保命和报仇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宇文月问他 你亲眼看到我杀了你哥哥 你还要为我事情 你的尊严何在 奴婢没资格谈尊业 只求公子给条活路 虽然是在求人 可他面无表情眼神坚定 没有半点第三下气的感觉 但宇文月依然感受到 他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从未见过这种奴婢 对他也越来越欣赏 便答应他以铁铃铛的身份参加竞选 此日来到比赛现场 所有人对他的到来感到很惊奇 奴婢分为银铜铁三种铃铛 在场的都是铜铃铛 只有小六是最低下的铁铛铛 听到鹦鹉一直在说自己 小六走到了他身前 说完他竟把鹦鹉给放了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这可是岳公子的宠 他一个铁铃铛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锦竹看他成了全场的焦点顿时不爽了 上前故意将他绊倒 并趁机抓破了他的衣服 小六自然不会惯着他 你敢动我衣服 就在这时宇文约到场了 刚才的一幕他们尽收眼底 这丫头虽然武功全无 但是身手敏捷 没有废招 果然是另我的好屁子 两人换完衣服后 比试正式开始 总共三局 输两局者淘汰 赢到最后的家是一场 第一场比的是出谱棋 小六示意对方先来 可人家说白棋先下 原来他完全不会 黑棋也可以先下 下啊 对方立刻被他的气势捂住 于是先摇头子走了起来 可小六想了半天还是不懂 坐在位置上一直发呆 这时月七走过来 问他们为什么不动 我不太懂 不懂 不懂你就出草了 不是还有两只人 第一局小六就输了 尹的月七和公子纷纷摇头 接下来小六又是如何逆袭的呢 这群漂亮小姐姐正在参加竞选 谁赢了谁就能做九一少女梦的事情逼你 还能获得青山院无限期双人豪华旅行 我们的女主六号女嘉宾也参加了竞选 可没想到第一场就输了 第二场是点茶 女嘉宾们正在埋头苦干 可男嘉宾闻一下就直接放下 似乎对茶极其挑剔 轮到小六这组了 不出意外 他还是不会 而且连材料都没有准备 只好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 将步骤记下来之后 他突然离开了左围 去旁边打了一桶井水 还采下一片绿叶 男嘉宾似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就在这时烟巡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近来对着小六就是一顿夸 给男嘉宾耳朵都听红了 小六倒是懒得理他 学着别人有模有样的煮起茶来 待大家都煮完后 男嘉宾闻过还是接连放下 只对其中的一杯情有毒钟 在品尝过后他问这杯是谁煮的 用什么方式煮的 奴婢以井水泡茶 但日中之水 火气过于旺盛 所以奴婢就用银丹草 过滤了一下 去除了过于旺盛的正午火气 气氛组拍桌称赞 好 男嘉宾暗暗称奇 但大心信仰 见绝心味 不出意外 六号女嘉宾获得了第二场胜利 第三场是要一炷香的时间 记下范文佛经 再用一炷香的时间将其默写出来 这下难办了 小六根本不识字 更别说范文了 大家都露出难为的表情 一炷香之后 女嘉宾们开始默写 可小六连笔都不会拿 燕巡忍不住为他着急 但别忘记了 人家是女主 虽然不认识责 但可以记下资的样子 公子 他明显不会写责 也不知如何握笔运笔 但现在 他显然已经开窍了 一炷香又过去 只有小六全部默写了出来 这不可能 他刚才一直偷窥别人 最后才落笔 想必 通编都是抄袭而来的 抄袭 抄袭谁的 为什么他一字不差 而你们却漏洞百出 锦竹又说 可能是他事先偷看了这段范文 月气顿时怒了 你说他作弊 可是说我青山院保管不力吗 偷鸡不成十八米 可月公子又问小六 为什么没有署名 说不定 他压根就不识字 要是不识字的话 怎么伺候公子啊 妖怪真多 但小六也不是吃素的 他说规则里 只说了默写出来就行 并没有要求署名 他只是按照规矩行事 可月公子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能把署名添上 就算他胜出 公子说话算话 当然 只见小六摘下自己的灵档 在旁边沾了点墨汁 然后大步走到自己的作品前 月公子傻眼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不出意外 小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月公子看似不满意 但看着表情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晚上就是事情时间了 在月七的带领下 小六一袭白衣来到了宇文月房间 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他紧张地拽紧了衣服 宇文月要求他帮自己剃须 小六拿起了剃须刀 想到他杀死自己五哥的场景 宇文月问他为什么不动手 奴婢不敢 小六明白过来 刚才他是在试探自己 随后宇文月开始交他 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以把刀柄交给别人 那就是掌握了这个人的软肋 说完打开窗户 让他看外面 小六的两位妹妹 已经被他接到了青山院 可宇文月万万没想到 不久后 金小六竟会成为他的软肋 他觉得金小六 这个名字不好听 本公子赐你一个名字 星儿 一个月儿一个星儿 公子真是好心机 星儿多谢公子赐你 公子问他好听 为什么不笑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 就算在害怕 在恐惧 也不要颤抖 要笑 说完还直接上手 灿了 他笑 准备时间 星儿很紧张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 开始解衣服 但人家宇文月一心在看书 根本没打算对他咋样 星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无法自拔 床上有本竹检 帮我拿过来 接过竹检后 他让星儿明天去领一次责罚 虽然不知道犯了啥错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不久后竟然传来打呼的声音 明天领双倍责罚 准备夜宵 吃夜宵时月公子提出要梅花 星儿原本想恶作剧为难他一下 公子是要吃梅花吗 那能是要油炸的还是水煮的 是包馄饨还是货点心 我是要带梅花的残满 随后月公子在他手上划开了一个口子 好痛啊 好痛 好痛 不久后星儿闻着羹香睡去 这种羹香都经受不住 一看你从未经历过江湖 他还不知道睡在他面前的是风云令主 江湖第一人 看着面前的睡美人 宇文月贴心地帮他盖上了被子 这到底是谁服是谁 鹦鹉鸟不停模仿星儿刚才说的好痛 但在别人听来这个好痛又是另一层意思 而刚才月公子划开他的手是要用他的血护弄别人 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动星儿 趁星儿睡着时 宇文月来到密室打开一封信 是他祖父寄来的 这是给他的忠告 宇文月没当回事 可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为了他最大的羁绊 次日星儿在他旁边醒来 迷迷糊糊看到一个男人 他被吓得大声尖叫 公子第一次拿房里人 哎呀到底是年轻啊 那姑娘 昨晚也叫 大早是还叫 你快给他们送过去吧 井竹一脸坏水 看他样子就要做坏事 这时星月夫妇竟在床上打了起来 打完之后宇文月还交了星儿一套连招 星儿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没多久就领悟了 冲上前就要和公子过招 画面太美不敢看 打着打着竟然跳起了双人舞 这时井竹端着早餐进屋 看着他两袖恩爱的样子 恨不得打电话叫白子话过来 宇文月当他命为星儿喝莲子羹降火 这时井竹也看到了床上的一抹烟火 这眼神恨不得连手机前的观众一起打 星儿洗好被褥后 井竹果然带人出来作妖了 见有人欺负自己妹妹 星儿可不会惯着他 可人家井竹也是暴脾气 转身就吆喝姐妹们动手 一群臭虾烂番鼠立刻往星儿冲来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星儿刚跟月公子学的不解是连招派上用场 没几招就将他们制服 随后一个华丽的扫堂腿 现场顿时鸡飞蛋打 井竹还得意洋洋地回头 可却看到自己的姐妹被玩捏 这时他手下第一高手看不下去了 准备好大招冲了过去 星儿一把抓住被单扔向他 第一高手立刻被制盲了 随后跌进了旁边水潭中 这小牛果然不简单 看来井竹得自己出手 只见他眼睛瞪大像同龄 花里胡哨的一字马张开 再配上九鹰白骨爪 没想到全都扑了个空 星儿将他引到晒被子的地方 找准时机绑住他的黄金右脚 然后扯住另一端往下跳 井竹顿时来了个360度后空翻 差点被摔得脸着地 星儿趁机教育了他几句 井竹感觉有被羞辱到 只见他抓紧袖子 下一秒竟然甩出暗器 月公子闪亮登场 所有奴婢顿时变成小迷妹膜拜 井竹立刻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说是星儿出手在先 他作为引领档只是想教教他们规矩 月公子怎么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星儿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跟别人不一样 宇文月借着伐星儿的借口 将他带到了一个密室 实则是要训练他 这哪里是处罚 明明是奖励 月公子给了他一篮子石头 随后一掌将他推进了机关中 墙角的四个抱头会不断地射出没有箭头的飞箭 他需要不停地躲避或者用石头反击 这不仅锻炼反应能力 还锻炼听力和眼力 星儿勉强能躲过 但还是时不时会被打中 一炷香过后机关解除 就在星儿以为惩罚结束时 宇文月静命令月妻打开六个抱头 说完自己就先开溜了 得罪了老婆赶紧撤 真聪明 六个抱头已开启 可星儿只能用石头打掉两个 其他的都打在了他身上 月妻教他一定要快准很 不然这可就真的变成授法了 可怜的星儿一个人被关在这里训练 已经被打得起了一身的包 但是为了报仇他必须得忍下去 月公子这边就潇洒了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就在这时烟熏世子又来找他 这个时候的世子阳光灿烂 所有公子里面最开心自由的就属他了 成天露着两排洁白的大板牙 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可是现在有多开心后面就有多悲惨 见宇文月在睡觉 他直接跳到人家床上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万万没想到他俩竟然有床戏 花朵掉落到地上 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箱残留 看着打斗场面 简直比星月夫妇还甜 感觉他俩才是真正的一对 烟熏来的目的很明显 想见他口中的小野猫 也就是星儿 宇文月当然不肯答应 在他眼里星月才是一对 这时手下来通知三个时辰已到 他们来到密室一看 星儿已经能轻松自如地应付六个抱头 他将所有箭矢聚在一起 来了个超帅的漫天飞舞 本以为已经过关了 可公子竟然要求打开八个抱头 并让月妻上前示范 其实就是想让星儿休息一回 月妻是宇文月手下的第一高手 八个抱头应付自如 几分钟后轻松拿下 星儿再次进入了机关中 八个抱头看似只加了两个 但难度却翻了好几倍 星儿根本无法招架 最后被打的抬回了房间 鸣鸣呼呼他又梦见了妈妈 孩子你记住 你们一能靠个只有你才 跌倒就自己爬起来 次日他主动来到密室 可还是无法应付 这时他突然回忆起 小时候妈妈训练自己的场景 这些对以前的他来说 其实很简单 果然星儿就像觉醒了一般 终于可以应付八个方向 射出来的飞箭 一旁的月公子露出欣赏的表情 可月气顿时心里十分不平衡 可训练还没有结束 月公子提出明天惩罚其他的项目 次日星儿在木桩上荆棘独立 月公子在一旁吹消 星儿不耐烦地问 这是不是最后一关 公子却用一颗红枣 将他打了下来 随后直接将他抱起 倒立在木桩上 手往哪放呢 猎气一时爽 后面有你好受的 随后他又在星儿面前表演剑法 星儿被他帅地掉了下去 就在宇文月让他学习剑法时 星儿身体终于吃不消晕了过去 晚上景竹又和朱管家悄悄会面 景竹倒也不傻 知道月公子是以责罚的名义训练星儿 这就证明以后月公子用得上他 朱管家便令景竹继续试探星儿 朱管家的背后是宇文怀 有了他的撑腰 景竹开始有了底气 次日竟然要求小六帮他洗衣服 今天晚饭之前 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晾晒好 明天早上送到我房间来 这好像不是公子的衣服 你眼睛瞎了吗 这怎么可能是公子的衣服啊 是我的 小七只是嘀咕了几句 他竟直接动手 真想不到星儿竟然会太急 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每次都是吃亏 景竹还要来惹他 但他还不甘心 又一次向星儿扑去 眼看就要亲上了 景竹又是一招一字马 但被躲开 景竹顺势往一边跑去 景竹竟然飞到半空 不讲武德的扔出一张 上面还附着东西的卫生纸 星儿怕被脏到 赶紧扔出一篮子黄豆阻拦 不料卫生纸还是向他飞来 好在被他躲得过去 景竹竟然不嫌脏地接住了 景竹捡到一个粗麻绳荡武器 粗麻绳大战卫生纸 拆家游戏还在继续 要不是青山院建筑多 估计此时已经被他们 打成了一片荒地 景竹一脚踢来 但被绳子挡住 星儿趁机又绑住了 他的黄金六角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原来的味道 景竹被绳子牢牢固定住 最后被星儿 当成闲鱼掉了起来 就在这十月七走了过来 景竹赶紧告状 但月七明显偏袒星儿 只是让他去给公子倒茶 管都没管景竹 事后还来跟公子汇报情况 说星儿在景竹手中 已经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的训练很有效果 但如此快的进步速度 很不合常理 除非他从小受过 极为严苛的训练 并且跟机打得非常猴互 他们已经对星儿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并且让月卫开始 调查他的底细 而月公子却不是很在意 认为他没有威胁 为了能激发星儿 更多的潜力 他决定加点猛量 次日月公子召集 所有员工集合 当大家的面 摘下了星儿的铁铃铛 随后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是个银铃铛 并且亲手为他插赏 银铃铛 这表情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星儿也是一脸懵 这跳级也太快了 他是不知道 这个铃铛是月公子 昨晚熬夜 亲手为他做的 景竹看到这一幕 眼睛再次瞪大象同龄 随后月七又给他夹了一把火 景竹 把你的房间腾出来 现在他处于星儿姑娘 景竹第一反应 竟然是拒绝 还说自己是三房太夫人送来的 谁也不能夺了他的房间 月七自然不会惯着他 要不是看太夫人的面子 估计早就动手了 训了景竹一顿后他说 景竹找准你自己的位置 不要愉悦了 以后公子的书房 只有银铃铛可以打扫 公子的卧室 只有星儿姑娘一个人可以进 听到了吗 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景竹也太惨了 不过月七也有点质疑公子 这种给星儿加料的方式 公子 这就是您说的加料吗 我以为您要折磨星儿姑娘 逼出她的底细 可您 怎么敬给她甜头呢 很明显 月七吃醋了 最大的压力 就是给她所不能承受的幸福 让她承受所有人的羡慕 和嫉妒 公子还一本正经的解释 明明就是喜欢人家还不肯承认 不过他也没说错 星儿走到哪都是各种诋毁和侮辱 一开始她还好好和大家交流 可根本没有人搭理她 她只好自己去取东西 这是一个好心的奴婢给她端来个凳子 可星儿踩上去之后 凳子竟然断了 星儿看到凳子断头整齐 知道是有人做了手脚 她质问是谁弄的 可没有人搭理她 她知道如果不树立威信的话 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发生 但她也知道他们其实都是可怜人 他们这样做只是怕被欺负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 银高踩低 捻酸使坏 这是奴婢房里常有的戏码 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 与其勾心斗角 不如彼此照应 互相扶持 这就是格局 但就在这时 一个子依仙女走了进来 又少不了一顿阴阳怪气 还说可以交交星儿规矩 金珠姐姐 规矩是要懂的人来交的 想必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吧 一开始觉得锦竹很渴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她吃了这么多亏 还敢赢哪儿上 突然觉得她挺可爱的 这边燕巡世子约 月公子出去打马球 月公子答应了 你不妨 把你那个小野猫也叫出来 与我二人共乐 放她出来 见识见识世面 日后 更为公子所用 看样子月公子只是个工具人 她一脸不善地看着燕巡 为啥总是惦记我媳妇 燕巡看她一脸小气的样 只好说把自己的汗血宝马送给她 让她把星儿借给自己助阵 训练无处不在 好好走路也有人搞偷袭 花瓶是接住了 可是洒了月公子一身的水 还不赶紧给我把衣服擦干 月公子好心机 故意把水弄身上 然后让人家星儿给她擦干 可擦着擦着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偷瞄人家被抓住 月公子的耳朵都羞红了 只好刚大的站起身 说看来对星儿的责罚还不够 星儿不满地问道 公子为何总是责罚我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只有最后一句才是真心话 这边景竹已经搬了三天还没搬走 星儿拿着行李前来询问 景竹却一把抢过她的行李 打开后从自己盒子里拿出一块浴室 这栽赃的手段还能再捉猎点吗 星儿一把抢过直接砸掉 见她屡次不改 星儿实在忍不住开始警告她 说完扔掉了她的箱子 可却在里面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 五哥死的那晚 星儿看到凶手掉落的人皮手套 竟然出现在景竹的箱子里 星儿怀疑景竹与五哥的死有关 这边景竹出来后和宇文怀见面 说自己实在对付不了星儿 请宇文怀除掉她 以前看宇文怀对她恨之入骨 后来看完她其他的戏之后 再看她扮演的反派实在出戏 她叮嘱景竹回去等该命名 你看这表情 为啥那么搞笑 这边月期已经查明了星儿的身份 她是三年前到的金家 但在此之前的身份却无法查明 月期想到一年前落河被杀 落河之女失踪的事 月期的确是聪明 星儿就是落河的女儿风云令煮楚桥 不过她也仅仅只是怀疑了一下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次日公子哥们在打马球的时候 皇上突然紧急召唤他们进攻 古代的F5果然帅气 将军告诉他们 原来燕巡的父亲定被侯燕士城 在边境击败柔然 并与柔然首领达成协议 对方答应永不来犯 燕巡觉得很骄傲 可宇文月却有点淡淡的忧伤 要知道边境柔然的问题 已经存在多年 如今被定北侯平复 他在民间的地位 已经威胁到了皇上 果然皇上给宇文怀下了一道秘质 让他去查定北侯谋反的证据 可叠指天眼和兵权 都在宇文月手上 他想查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必须想办法先除掉宇文月 他患有先天寒急 每年都要闭关三日 他们想在那个时候动手 利用血域狗诱发他的寒急 并且联系了江湖第一杀手组织 往生营 趁这个机会将宇文月彻底掀翻 次日星儿正在给公子珍茶 但 星儿只好换了一杯 浓了 星儿只好又换一杯 烫 其茶都不会了吗 这下星儿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调了十杯茶 你看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月公子有点无语 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吗 随后他拿出一幅画给星儿看 是没你 你是不是对美女有什么误解 公子将画调转过来 美女立刻变成了老头 月公子是要告诉他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关键在于 别人想让你看到什么 你的能力 又能让你自己看到什么 月公子是在给星儿解释他五哥的死 而聪明的他也猜到了 再联想到那个人皮手套 他觉得五哥的死不像自己看到的那么简单 或许宇文月杀他是有苦衷 次日宇文月正在练习弩剑 察觉到星儿就在身后 他立刻换成了寒冰剑 星儿看到后悔想起之前载人猎场 那把救了自己的剑于月公子的一模一样 原来他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坏 他上前来询问公子是不是救了自己 可人家冷公子一向嘴硬 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很快到了公子闭关的日子 往生营的杀手已经就绪 朱管家将寒玉狗交给锦竹 让他想办法送到宇文月旁边 就在快靠近时被星儿拦住 公子有令 未经通传擅闯令院长 力杀无事 锦竹解释这是三房太夫人送来的 说这个东西对月公子闭关有帮助 星儿对他还是有所提防 便决定自己送进去 没内宫的人抱着只学玉狗 寒气透入五脏六腑 必然暴毙 要说内宫 在场的没有一个有星儿高 星儿抱着寒玉狗走了一会儿后 突然感觉全身发了 但是体内又有一团火在与之对抗 就在这时 宇文月蝶指天眼的人 被往生营的杀手包围 他立刻打出信号弹 他们中了吊虎离山计 此时的青山院防守空虚 这时小七竟在院子中放了一大批毒蛇 他想为五哥报仇 这边月七赶到现场时 发现蝶者已经死了 他们立刻火速返回青山院 而此时杀手们已经混了进来 轻易解决了两个巡逻的月位 星儿越来越痛苦 似乎有股强大的力量即将爆发 小时候的场景又在脑海中浮现 而月公子对外面发生的事还全然不知 这时有几条毒蛇已经爬到了他的房间 原来景竹早就知道了小七放毒蛇的计划 便在公子房间布置了一些吸引蛇虫的植物 这时杀手快来到了月公子房前 月十三听到洞景连忙带人去阻振 此时的星儿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 而毒蛇已经爬到了月公子床上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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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儿听到声音醒了过来 宇文月也被苍武鸟惊醒 可此时的他实在太虚弱 连灰剑都费劲 星儿连忙冲进了房间 体内的力量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杀手们也来到了门口 他们悄悄地往房间靠近 可还不等他们动手 星儿终于彻底爆发 杀手就这样被解决了 星儿一脸冰冷地看着虚弱的宇文月 他一步步向他靠近 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 他一把抓住月公子的手 月公子无力抵抗 手中的宝剑被星儿夺走 只能任凭宰割 星儿挥剑对准月公子 脑海里响起五哥被他杀害的场景 星儿挥刀准备刺向月公子 月公子心想 我当时害怕极了 或许是已经有了感情下不了手 又或许是被月公子前几天的话说动 星儿也无力地倒了下去 割开公子的手腕放出毒血 这时月七终于赶了回来 连忙开始挥剑赶舌 公子不顾自己的伤势 把星儿扶起来为他疗伤 看着倒在怀里的星儿 月公子已经对他放下了所有戒备 深夜大夫为他看完后 告诉他并无大碍 涂上去蛇毒的药即可痊愈 随后大夫又告诉了他们含育狗的作用 公子听完后更加担心星儿的安危 便请大夫帮他看看星儿的情况 可大夫看到了星儿头上的银铃铛 立刻跪下不想帮他诊治 在下好歹也是个氏族 虽然没落 但还没有沦落到为奴婢诊治的地步 月公子 为何如此羞辱于我 说完就想起身离开 慢 氏族 我今天就可以 让朝安城 少一个氏族 多一个奴隶 你已是压人 不错 月公子威武霸气 大夫只好老老实实替星儿把麦 说着女子虽然相貌平庭 身体内却隐藏着可怕的内功 内不内功的先不讨论 你管这叫相貌平庭 大夫说他应该是被强大的外力所伤 才导致这股内力被封在体内不能视斩 可一旦被引动 以现在的他根本无法驾驭 难道是传说中的洪荒之力 月七连忙问道如何救治 大夫说得有人用身后的极寒内功 为他压下焚心之火 月公子心想 你直接点我名字好了 月七知道公子想救他 公子 这丫头伤得太重了 他的命根本救不了 他的命 我输了算 罗 进密室后 感觉摄影师像服用了含笑半步颠一样 镜头一直晃个不停 月七再次劝公子放弃 因为这实在太危险了 可公子护七心意已决 并让月七拿来含玉狗 要知道这可是他的克星 公子不顾自身安慰一手握着含玉狗 一只手为星儿运功疗伤 脑海中又闪过小时候的画面 肩上的彼岸花是风云令主的标志 不久后月公子吐出一口鲜血 星儿总算被他救了下来 可他自己却承受了副作用 我看不到了 月七问他这是何苦呢 他只是个避免 公子却说这次的事情 他和锦竹一样嫌疑最大 自己救活他只是为了查清楚真相 可怕的是 月七竟然相信了他的话 看来是月七多虑了 研究星儿 只是为了查案 要是星儿想杀他 刚才就已经得手了 月公子吩咐让星儿和锦竹对质 看他们谁会露出把柄 这边小七和小八因为行为可疑也被抓了起来 小七告诉了他毒蛇是自己放的 他看小六在宇文月身边这么久还没动手 便决定自己为五哥报仇 这是小八的坏心思来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把所有的事 全都推到六姐身上 不可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他嚷嚷着要报仇 现在却让你来动手 你说这是为什么 可小七还是比较善良 说一人做是一人当 他不想连累星儿 你听我说七姐 六姐她不是我们的亲姐姐 只有我们两个才是亲姐妹 要不是星儿他俩估计早没了 小八 我劝你善良 这边星儿已经醒了过来 他连忙向公子请罪 说自己是为了救他才割开他的手腕 我看 你是想要杀我 但见到乐器来了 改变了主意 反过来救我 是吗 可公子并不听他的解释 先冷落他让他没有依靠 他才能靠自己的能力解决紧重 我现在看不透了 来人 把星儿带去审问 诺 你不是看不透 你分明是看不见 次日 所有员工再次集合 青山院第一届辩论大会正式开始 要求有点高 选手们得跪着说 辩论的主题是 昨晚是谁放的毒蛇要害岳公子 锦竹说是星儿放的 因为他懂烛火去蛇之法 而且他不怕蛇 星儿说自己从小在草场长大 饿着的时候连老鼠肉都吃 更别说蛇了 乐器质问他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妹妹是不是也不怕蛇 说完便将小七小八压了上来 小八刚想推到星儿身上 小七不想连累他 立刻承认了蛇是自己放的 星儿情急之下打了他一巴掌 说他是被驱打成招 因为他根本没资格进入内院 更别说把毒蛇放进屋内 可锦竹说他看见小七这几天鬼鬼祟祟的 星儿马上反问 你为何这几天这么关注他 是有什么目的吗 锦竹只会瞪大眼睛 小七配合星儿说自己是在找东西 星儿马上说他是在帮自己找一块手帕 前几天丢在了公子的书房 原来这块手帕公子一直随身携带 是前几天星儿帮他擦水的时候落下的 星儿可真是厉害 公子明明知道他的把戏 可还是控制不了上了党 星儿趁胜追击 他质问锦竹 公子的房间里为何多出了几盆火烧藤角 这又如何 星儿解释青山院因为地理特殊 蛇虫属义比较多 而火烧藤角是吸引蛇虫的植物 可火烧藤角的气味就算独特 也绝不已来这么多蛇 那这么说 锦竹姐姐是知道火烧藤角会吸引蛇虫吗 那姐姐去购买四盆火烧藤角 你居心何在 锦竹第一次自爆 星儿说锦竹每个月都还要收其他奴婢的保护费 加起来有三十两 已经购买三个星儿了 锦竹慌忙解释 你胡说 这次火烧藤角我真的没收钱 这么说 其他的地方收钱了 锦竹第二次自爆 可公子说这也不能证明锦竹要害自己 星儿说昨晚的血浴狗正是锦竹交给自己的 让他带进公子房间 锦竹准备来个死不认账 反正血浴狗已碎 我死不认账 他们又能如何 什么血浴狗 公子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时星儿走到他身边 捡起了一块血浴狗的碎片 锦竹连忙甲猩猩地将它拍落 公子小心 星儿 公子眼睛已经忙了 你还想拿血浴狗伤他 真是狼子野心 这下全暴露了吧 来人 给锦竹上中铐 你敢抓的是他 锦竹第三次自爆 你不是不知道血浴狗为何物吗 那你为何知道 他会伤害公子 这次辩论会星儿胜处 锦竹被玩虐 月妻质问他血浴狗哪里来的 锦竹知道事情败露 只好将猪管家和宇文怀交代了出来 希望能有条活路 锦竹被吓傻了 他跟星儿这么大的仇 认为星儿一定会打死他 可星儿却放下了鞭子 说把人打死太过于残忍 公子说如果是锦竹拿着鞭子 他未必会觉得残忍 最后锦竹的结局是被重打二十遍 晚上猪管家和锦竹见面 说怀公子对他很不满意 让他以后不要再去招惹星儿 可锦竹吃了这么大的亏 怎么肯罢休 几分钟之后又开始了愚蠢的计划 然而就是这个计划 让锦竹结束了他吃亏的一生 锦竹带着第一高手 往星儿房间放了个坛子 里面是一窝毒蛇 次日故意带着一群奴婢来搜索 想找出毒蛇来陷害星儿 可尴尬的是 他们没找到 原来昨晚两人作案的时候 刚好被星儿看见了 小气看他们在房间肆意妄围 气得骂了锦竹几句 锦竹上来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可每次这个时候 总会有人出来破坏他的好事 又是一桶水下去 锦竹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 只好带着第一高手溜之大吉 晚上三姐妹从床底 拿出了那个坛子 原来已经被星儿藏了起来 星儿准备利用这个坛子将计就计 将锦竹摆平顺便查清楚 害死五哥的真凶 其实月公子知道之前的毒蛇 是小气放的 不过他也要警告星儿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星儿明显有点飘了 这天小气抱着那个坛子 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刚好被锦竹看见 锦竹洗上眉梢 终于等到机会了 他马上让第一高手去叫朱管家 说金家姐妹谋害月公子的证据 已经找到了 叮嘱完之后 他就去追上了小气 问他罐子里是什么 小气一副慌张的样子想离开 但锦竹怎么会放他走 在争抢中坛子掉落 可却没有锦竹期待看到的毒蛇 锦竹反应过来中几了 说不定真的毒蛇已经被他们扔了 他立刻跑去找星儿 而星儿此时正在后山中 抱着坛子走到了悬崖边 锦竹以为他是想扔掉 殊不知自己已经中几了 就在这时朱管家带人过来了 星儿一把将坛子放到锦竹手上 然后故意装作被他推下了悬崖 锦竹慌了 坛子掉落 里面的蛇跑了出来 这时小八已经带着月妻过来了 锦竹 现在人赃俱祸 看你还怎么解释 不是我 锦竹连忙解释是他们姐妹串通起来陷害自己 月妻问他那星儿人在哪 锦竹说他跳下去了 月妻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锦竹也懵圈了 这悬崖这么高 跳下去几乎必死 这星儿是为了啥呀 这边星儿发现崖壁上有个山洞 他跳进去竟发现烟巡柿子在这里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他们在洞中偷听上面的动静 你当我是白痴吗 你说他为了陷害你 自己从崖上跳下去了 月妻告诉朱管家 现在证据确凿 必须要给锦竹处罚 自作自受 来人 把锦竹 关紧最奴锁 都说了叫你不要去招惹星儿 你若是不想被人发现 就要安分点 别打什么坏主意 烟巡世子被人威胁还一脸的享受 等所有人走后他俩回到了上面 星儿刚离开就出现了几个月位 要把山洞填掉 月公子说 这一两年 世子经常躲在洞里哭鼻子 忘家乡 填了这处丝香洞 可以督促世子早日被归 得罪了 月公子是在提醒他早日回燕北 不然会有大火 这边朱管家回来向宇文怀汇报情况 宇文怀早就知道锦竹对付不了他 看样子要自己动手 把他妹妹抓来 星儿得知小八被抓 只身来到罪奴所 可早已经有人埋伏在此地 星儿被宇文怀抓进了罪奴所 可看他还是镇定自若的样子 怀公子十分不爽 便令手下们好好伺候伺候他 说完一群臭虾烂番鼠便冲了上去 可他们明显低估了星儿 反而被他抱锤了一顿 还用对方的剑割开了绳子 这画面看得宇文怀差点五面痛苦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朱顺还不服气 冲上去想当人质 结果就真的成了人质 要不是之前看过剧本 宇文怀差点以为他们才是一伙的 朱顺大喊怀公子杀了星儿 宠祸 怀公子若真想杀我 又何必亲自动手 费这么大招杂 宇文怀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虽然是敌人 但还是忍不住地欣赏他 星儿说自己没有要和怀公子做对的意思 只是锦竹嫉妒他得到月公子的恩宠 处处针对他他才反击 宇文怀顿时脸色变了 你是说锦竹记忆宇文怀对谈宠 不愧是赵小刀 还要接着补刀 说锦竹爱慕月公子在青山院人尽皆知 好一招挑拨离间 可怀公子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拿出一张纸 是月公子将星儿逐出青山院的证明 星儿内心有所动摇 难道宇文怀真的会这样做吗 可又想到他之前说的话 关键在于 别人想让你看到什么 你的能力 又能让你自己看到什么 星儿马上坚定了起来 怀公子问星儿是怎么知道锦竹是自己的人 星儿说叫锦竹出来对质就知道了 带锦竹 星儿提出要跟锦竹单独聊 这正好合了宇文怀的意 可以偷听他们说话 也正好合了星儿的意 可以让宇文怀偷听自己说话 星儿问锦竹 月公子把他逐出青山院是不是他倒的鬼 此时两个大可爱正在隔壁偷听 星儿的套路开始了 先是假装可怜地说 原来公子真的放弃了我 然后又告诉锦竹不要太得意 不要以为我走了 你就能如愿以偿地留在月公子身边 脚踏两条船可不会有好结果 锦竹被他说懵了 这边的话已经全被怀公子听见 虽然星儿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但也不一定是假的呀 锦竹突然捡起剑就要砍向星儿 住手 公子 你让我杀了他吧 他一直胡说八道 相不相信他用你教我 这么几把的事 他才说出对你不利的话 果然怀公子也中套 他让星儿继续说 接下来星儿开始无中生有 说看到锦竹跟宇文月说 他受怀公子的指引害死了宇文卓老太医 心怀愧就业不能寐 心里爱慕月公子 却害死了月公子的至亲 宇文怀顿时一脸杀意 因为他觉得星儿不可能知道是他主使的 那就证明星儿说的话都是对的 锦竹连忙跑过来说星儿诬陷他 星儿说要不是月公子听信你的谗言 怎么会将我逐出青山院 他根本就没有买你赶出府 也没有信任过我 那个首领是怀公子伪造的 都是套路 全都是套路 原来 是怀公子伪造的 那个猪 井竹赶紧跪到宇文怀身边认错 人家井竹有什么错吗 他只是想害死星儿而已 井竹已经被解决 可星儿还是没有脱困 他必须得搞定宇文怀才行 可宇文怀想起他刚才对付锦竹的手段 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吃得住星儿 还是早点解决 以免夜长梦多 帅到吊渣的燕熏柿子来了 宇文怀一脸的不解 他嘲讽燕熏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奴婢了 宇文怀放下了剑 现在还没到和燕熏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 可这笔账他是牢牢地记载了心灵 日后对燕熏下手更是不留一点情面 这已经不知道是燕熏第几次救星儿了 他问星儿要不要他去跟宇文怀说 让他帮星儿讨回公道 可星儿说这是宇文府的家务事 就不劳烦世子了 真替世子心疼 每次救了星儿 星儿对他还是一脸的冷漠 说完还把疗伤药给了他 他自己刚才受的伤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 不过星儿也明白 自己欠世子的事越来越多了 这份恩情日后肯定是要还的 您叫属下知会了燕熏世子 这会儿已经把星儿姑娘救出来了 原来燕熏是岳公子叫过去的 他问岳七星儿现在在做什么 我叫他来伺候公子 他竟然赌气不理我 谁让你不去救人家 晚上星儿悄悄来到罪务所 两发小罩嘴里见解决了两个看门的烂番鼠 随后来到景竹被关的牢房 景竹看到他后一改常态 星儿 你救救我吧 我知道你们兄妹是最心善的 其实星儿就是来救他走的 五哥的死他也不是主谋 星儿扔给他一个包袱 让他换上里面的衣服后离开宇文府 临走前他又问景竹 你不会出了黑牢之后就告发我吧 如果我忘了福音 你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景竹出来后打开包裹一看 像我的衣服 看着嘴脸似乎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就在这时怀公子的马车路过 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在轿子上不停地解释 他是被星儿陷害的 宇文怀问他为什么会在这 他是怎么出来的 是那个星儿 他放我出来的 怀公子心想 你把我当白痴吗 见他不相信 景竹还拿出了星儿送他的出府对牌 可怀公子看到包住了对牌的纸 不是那个星儿救你的吧 我觉得是他的主子救你吧 景竹打开一看 竟然是通关闻碟 这种东西只有经过岳公子的同意 才能盖上印章 可怀公子忽略了 这种东西也能作假 景竹慌忙地解释是星儿陷害他 可宇文怀哪里还会相信他 这时朱大管家又开始补刀了 学育狗释发 宇文乐就打了你二十几个板子 早就让人生疑了 景竹见自己已经无法解释清楚了 连忙跪地求饶 可怀公子可不是贪图美色的人 事后还让人给青山院报信 说是星儿杀死了景竹 可怜的景竹就这样 抹得了 星儿给了他机会逃走 他没有好好珍惜 月公子收到消息后 立刻来到星儿房间查看 只见他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月公子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这个小滑头 他让星儿起来帮他倒杯茶 就想看看人家有没有穿着夜行服 可星儿说自己穿着睡衣不方便 月公子没相信他 一步步走到星儿跟前 现在就要喝 妈呀 好尴尬 这一幕月气都觉得辣眼睛 两个大男人只好光速离开 星儿却露出狡黠的笑容 夜行服早已被他藏了起来 次日星儿正在练子 月公子特意过来骚扰人家 不愧是叠指天眼的继承员 果然开了天眼 今天月公子要训练星儿的嗅觉 让他在花园里找到开的最茂盛的一朵花 星儿蒙着眼睛找啊找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傻子 以为星儿在玩桌迷藏 还要一起加入 可他身上的火锅味太重 走到哪星儿都能闻到 被抓住后还想还手 在星儿手脚的劝说下 去臭水沟游了会儿涌 起来后刚想教训星儿 却反被他教育了几句 人家堂堂皇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追上去想找回场子 可又被星儿秒杀 就这样 言松皇子被虐了一顿之后 彻底爱上了星儿 立刻跑去宇文院那里想要人 这时燕巡也出现在青山院 看到星儿走过来 恶作剧地朝人家扔果子 爬那么高 也不怕摔死啊 不劳你操心 两人逗了一会嘴后 星儿刚想离开 他又一颗果子砸在人家头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时苍无鸟都看不下去了 怀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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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巡真是走了鸟使运 怀蛋 看到没有 这就是报应 第一次看到星儿笑得这么甜 燕巡的心都要融化了 这边元松已经来到了宇文月这里 月公子一闻就知道他掉进了臭水沟 元松震惊地问他不是瞎了吗 我是眼盲 但我没路 你走过的脚步声轻重不一 而且那么大力地擦衣服 让我猜不到的 元松刚入座 又飘来两块洁白的大板牙 我说冷公子怎么今日口味这么重 将臭泥当作熏香 殊不知 是豫王的体香 这股鸟使味 应该是苍无鸟又调皮 三个情敌难得地聚在了一屋 元松刚开口说要带走星儿 燕巡立刻将他拦下 说他也是来要人的 这就很尴尬了 你们两个人 都想要星儿是吗 是 对 但是星儿只有一个 你们一个是玉皇 一个是燕北世子 你们两个 我都得罪不起 你当然是给我就好了 那自然是送我 最后岳公子以眼疾 需要星儿照顾为由 先将元松打发走了 可燕巡不比那个地主家傻儿子 他看得出来宇文月的眼睛已经好吗 在这里岳公子再次劝他 让燕巡的父亲要低调些 可燕巡不认为皇上对他父亲有想法 毕竟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 而且他父亲曾经好几次舍命救皇上 燕巡很重感情 可他不懂为君之道 更低估有皇上对他父亲的疑心 找个机会 回到燕北 燕巡还是不以为然 话锋一转又开始要人 本人想为处境困难的岳公子分忧 比如 带走一个惹麻烦添堵的废物小点心 你我兄弟之情 送什么 也不能送废物 这时候两兄弟感情是真的好 可到后面燕巡围杀宇文月的时候也是真的很 这天宇文怀又召开茶会 邀请了淳儿公主到场 淳儿时不时望向燕巡 可燕巡的目光却一直在馨儿身上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隔着屏幕都闻到酸味 淳儿气得来到湖边散心 这时宇文怀来到了他身边 说会帮他清楚一切障碍 前段时间宋大娘的死 他们知道是馨儿做的 利用这个机会正好除掉他 这时他已经派人来到了青山院 馨儿得知后知道这件事瞒不过去 因为宋大娘死的时候 摘下了小妻的手镯 她准备趁晚上月公子赏花灯时 带着两个妹妹远离青山院 爱要怎么说出口 看怀公子是怎样表演的 你是天之娇女 出身高贵 善良 大方 可爱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子 黑话前的淳儿公主单纯的可怕 美是有一点的 可是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了 不过我警告你啊 你千万不要痴心妄想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知道 我这辈子都靠近不了你 只能在远处注视你 宇文怀这种卑微的爱 让淳儿觉得很同情他 其实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应该有优点的 比如说你 比如说 别 尴尬吗 怀公子都尴尬地笑了 宇文怀不停地点头缓解尴尬 怀公子说自己的优点 就是能帮公主清除一切障碍 而星儿就是他和燕巡在一起的障碍 淳儿以为他是只想简单教训一顿星儿 还叮嘱他不要太过分就行 这边星儿得知消息后准备带着妹妹的掏走 万一送大娘的尸体真的被捞了出来 他们三姐妹就得玩玩 星儿给了他们出府队牌 让他们先去茶馆等自己 他要去公子房间偷到印章 为自己三人写下是奴文书 随后会趁晚上和公子上花灯的时候 找机会溜走再跟他们会合 小七小八走后 星儿已经写好了是奴文书 也顺利偷到了印章 可就在这时月公子回来了 星儿连忙装作在打扫卫生 宇文约立刻起了疑心 虽然星儿是奴婢 但这么久没见他主动伺候过自己 更别说打扫房间 回头又看见柜子被打开过 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没有说破 只是让星儿去换上自己刚定做的衣服 随后陪自己去赏花灯 星儿走后他让导演倒带到前几分钟 果然看见星儿在书桌上写示奴文书 而且还带了账 怪不得一切都在月公子的掌控中 原来是和导演关系好 还说是什么叠纸天眼 这时星儿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月妻都看呆了 月公子也沦陷了 这么漂亮还管他什么是奴文书干什么招 先赏花灯再说 于是两人穿着情侣服走出了青山院 月妻已经哭晕在厕所 给人家娶个情侣名就算了 光天化日还要穿情侣服 月公子真矫情 晚上看花灯时 星儿完全没有心思 离他和妹妹约定的时间还差两小时 这是月公子给星儿买了个兔子 金刚钻都没有卵公子的嘴 还让人家星儿拉着他的衣袖 星儿说想完猜灯迷 月公子二话不说就将他带进了人群中 一个小伙子夸赞心儿漂亮 还把自己迎来的糖葫芦送给他 你问过冷公子的意见吗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醋毯子打翻了一地 真酸 你想要的话 我们自己来 走 去哪儿 来冰糖葫芦 我不吃 我要玩那个 月公子拿起一个谜调 上面写着 早不说晚不说 猜一个字 这是在暗示星儿 你心里的小九九 我全都知道 星儿懒得理他 说出了谜底 是个许字 猜中了就有奖品 星儿刚想去拿 却被拦住 然后冷公子就自己去了 星儿趁机直接开溜 可怜的冷公子 还拿着两串糖葫芦 等他回来时 媳妇已经不见了 明知道人家要走 还不看景点 星儿牵着马已经开溜了 这时两个大凉蝶者 跟他擦肩而过 这个男人突然觉得 星儿很眼熟 星儿骑马正在逃跑的路上 突然那个大凉蝶者 从天而降 不由分说地 对星儿动起了手 可划破他的衣服后 并没有看到彼岸花 星儿逃跑 心切没有跟他继续动手 可对方竟然 无耻地使出手里剑 这时洁白的大板牙 及时赶到 一套不解是 连招化解了危机 每次星儿遭遇危险 柿子都会及时出现 接着 真是帅呆了 正准备帮他找回场子 可对方竟又使出暗器 刚好插在了星儿的马上 马儿受惊立刻狂奔 等烟熏回过神来时 对方已经消失了 此人名叫尹兴 当年趁楚桥受伤 曾一路追杀他 在交手中 无意看到了他身后的彼岸花 可即使楚桥有伤 也不是他这种货色能对付的 被打出轿子后晕了过去 楚桥放了他一条生路 没想到他现在又来找麻烦 可让尹兴觉得奇怪的是 对方身上为何没有了彼岸花 两位蝶者原本就是来找燕兴的麻烦 此时已经在城外埋伏了诸多手下 而刚才星儿的马儿受惊往城外跑去 燕兴担心他的安危便追了上去 两人已经走进了埋伏圈 一把飞剑朝柿子携来 关键时刻 星儿就吓了他 敌民我暗 两人只能暂时逃跑 可却不小心走进了陷阱 跌入了一个山洞中 燕兴还砸在人家星儿身上 往哪躺啊 燕兴察觉地下的瘴气有多 他们必须得尽快逃出山洞 他让星儿踩在自己肩上掀出去 然后再回来救自己 我想说为什么每当这个时候 他们的轻功就失效了 星儿踩在燕兴身上一步步往上爬 燕兴一副城在千斤顶的样子 他扛起的是他的全世界 心疼柿子三秒 好在星儿爬了上来 燕兴开玩笑地问他 你不会不关我了吗 星儿让他在下面等着 自己很快就会来救他 可离开后星儿开始挣扎起来 如果没在约定时间跟妹妹会合 他们两人没有是奴文书就会有危险 可这边燕兴正吸着瘴气等待着他 一边是亲人 一边是数次拼死救下自己的大板牙 而且人家还这么信任自己让自己掀上来 离会合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应该还来得及 不一会儿星儿拿着一根大树枝出现在洞口 燕兴果然没看错人 你干嘛 杀人啊 我费了这么大劲救你 你还在这大吼大叫的 你要不要上来 出来后星儿问燕兴 如果我没来救你你会恨我吗 你干嘛 如果是没来 那一定是找错了路 或者是看错了洞口 记住燕兴现在傻白甜的笑容 马上就快看不到了 星儿救完人之后着急赶路 可燕兴发现他的脚扭伤了 作为你没有狠心抛下本世子的奖励 本世子亲自被奴去 轻轻抱抱举高高 世子被奴婢 还故意慢慢地走 燕兴问星儿要不要和他一起回燕北 星儿拒绝了 如果他真的答应的话 说不定燕巡明天就带他走了 也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 这是一群流民在不远处路过 后面还跟着一大批士兵追杀他们 这些逃奴是被抓去修皇宫的 上面还答应修完后就给他们试奴文书 可后来却背信弃 一群手无腹机之力的逃奴被他们围剿清理 星儿看不下去想帮忙 可却被燕巡拦下 对方是未罚军队 而且是清理逃奴 他们根本没有自得去管 几分钟后 老少傅如一个不胜 星儿眼睛泛起泪光 他恨这个世道 可现在的他还没有实力去改变这一切 自己的两个妹妹还在外面 而且他们没有是奴文书 如果被抓住就是一样的下场 星儿平复好心情跟燕巡说 你我身份有别 道不同不如早点分道扬调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奴隶 一晚上伤了两位公子哥的心 心疼柿子两秒钟 而这时 小七小八已经被人盯上了 两人奋力反抗 小八咬住了一个男人的耳朵 他竟掏出匕首伤到了小八的脸 就在要下狠手时星儿及时赶到 一套不解释连招将他们全部解决 可是小八美丽的脸已经毁 他崩溃的大喊要回青山院 因为月公子那里有药 可他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星儿想到现在为伐正在抓逃奴 他们的是奴文书又是伪造的 一旦被抓住就是死路一条 他们只能再次回到青山院 可刚回来就看到朱管家带人在掏红移 如果捞到了宋大娘的尸体 他们同样死路一条 只能先回院子里从长计议 这时他们发现这么晚大门竟然没锁 他问阿罗怎么回事 你呀运气好呗 公子都看了一个晚上的书了 居然也没勒锁 也不睡觉 很明显公子故意不锁门不睡觉 就是在等他回来 既然回来了肯定要向月公子解释 可星儿刚来到他门口 房间的灯就熄灭了 月公子就这样坐在床上等了他一晚上 两人隔着门对视了一会儿 不知道为啥 竟然有种浪漫的感觉 不过对月公子来说还是挺扎心的 被媳妇丢下了不说 而且还含泪吃了两串糖葫芦 星儿来到房顶看向远方 不知道这眼神是不是渴望自由 这时月公子也睡不着走了出来 刚好看到了正在愣神的星儿 他朝星儿喊了一声 这大晚上的吓得人家直接滑了下来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月公子将星儿带回了房间 也不问他去哪里了 就自己在内看书 让星儿在前面站着 终于月公子沉不住气了 骗我的笑话 别吼 星儿告诉了他登市之后的事情 星儿在登市被人群冲散 没能找到你 之后不知道遇到什么人追杀我 幸得烟寻世子相助 后来又遇到为书楼追杀流明 耽误了回府的时间 这样一说星儿也没有撒谎 这时外面的水糖已经快被捞干 星儿着急说自己困了想回去睡觉 月公子却让他点上熏香啼啼神 可就在星儿准备材料的时候 月公子突然问他 为什么不用毒鼠糕 原来之前在茶会上 星儿偷偷对宇文怀使用过被月公子看见了 说完月公子竟将毒鼠糕抹在了熏香上 然后让星儿去热一壶热酒 星儿不肯 可公子执意要他热 星儿只好照做 热完后他拿起酒杯就要喝下去 星儿连忙拦住他 原来这么点毒鼠糕不足以致命 但如果吸入者再喝了热酒就会毒发生亡 可宇文月竟然喝了下去 不过他没有发生什么 他只是想告诉星儿 宇文府是蝶者世家 识毒认毒都是一流的 他的那些小伎俩根本杀不了宇文怀 随后他又直接说出了 星儿想带着两个妹妹逃走的事 并且他们被几个男人调戏都说了出来 看样子月公子真是无所不知 真是上帝视觉 星儿只好承认了自己是想杀了宇文怀 因为他才是杀害自己五哥的罪魁祸首 宇文月问他 你是亲眼看到我杀了你哥哥的 难道你就不想找我复仇 公子收留 教导 公子您是我的恩 似乎等着 星儿说的 句句都是内心所想 以情动人什么时候都很拐弱 月公子即使知道他巧舌如簧 但还是狠吃这一套 他说马上湖里的尸体就会被打捞出来 即使是我出面也保不住你 星儿听完眼泪像黄豆一般掉落下来 公子 星儿门心自问 自打我进府以来 从来没有做过对公子不利的事情 公子也一定舍不得星儿 只要公子想 以公子 公子您的指望 一定能保住星儿的 当他哭了 他就输了 向前程告别 回忆相约 下去吧 临走时公子又叫住他 难道就没有怀疑过他五个真的是自己所杀吗 没有 因为我相信 公子是个好人 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这人畜无害的笑容 月公子想不动心都难 可星儿刚回来 就被宇文怀的人给拦住带走了 月妻连忙过来禀告公子 公子叮嘱他去处理一下 说完将帮星儿擦眼泪的手帕扔给月妻 扔了他 诺 回来 洗干净 给我送回来 啊 听不懂吗 听懂了 又不太懂 人家月妻又帅又可爱 你这样折磨他真的好吗 次日水塘已经捞干 果然一具尸体被捞了上来 这时宇文怀也来到了现场 主管家找了一个证人 到时候人证物证据在 星儿三姐妹插翅难逃 不久后一具尸体被打捞了上来 可马上他们又发现两具尸体 就在这时 帅气的月妻走了过来 还有尸体吗 那就一起挖出来吧 看样子月公子已经出手帮忙了 此刻的他还在青山院里快乐地练剑 怀公子让星儿打开尸体看看 是不是有宋大娘在里面 第一句是个男的 荷包上写了个谢子 随后手下又打捞起一个箱子 上面也有个谢子 朱管家和宇文怀有种大事不妙的男人 月妻验尸后发现这个人是被他杀 而这具男尸正是那晚帮月公子治疗的大夫 当天晚上从青山院出来后 就被宇文怀杀害了 可为什么他的尸体会出现在这里 宇文怀先避开了这个话题 让星儿继续查看尸体 这时月妻过来给星儿打了真正病急 该怎么做你知道 星儿悬着的心盾式放了下来 接下来两具尸体全都是铁铛档毙 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宋大娘 怀公子懵圈了 星儿马上说道 谢大夫出身是足 他的死非同小可 是不是该彻查一番 星儿胆子也是大 竟敢威胁宇文怀 朱顺马上请命要把星儿给做 你倒是动手了 朱大管家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你这么无凭无据的 就乱看的话 别说我家公子不答应 连我月妻也不答应 这时朱管家又说他有人证 是厨房的一个厨娘 说那天晚上看到星儿把宋大娘推进了湖中 可这里并没有宋大娘的尸体 朱管家说不管这么多 人家都亲眼看见了 星儿再次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亲眼看见 你杀死了宋大娘 给推湖里去了 是把这个人推下去的吗 对 就是他 就是他 怀公子这时都气笑了 那这两个也是他推下去的 是 不是 不是 你个蠢奴才 给我滚 月妻真的帅呀 跟星儿还挺般配的 宇文怀也意识到了 这个星儿比自己想象中还要难对付 小八也大概猜到了 是月公子事先叫人转移了宋大娘的尸体 他竟然说这样也挺好的 月公子喜欢六姐 他们如果在一起了 自己和七姐跟着他也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话说出来顿时遭到小七的一顿责骂 说他转眼就忘记五哥和四姐是怎么死的了 可小八不仅不知悔改 还不小心说出了星儿不是他们亲姐姐的事 不过星儿对这个也不在意 他已经将他们当做了最后的亲人 自己的身世只有这个木珠能解开 可打开里面的纸后 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边宇文怀和宇文西两个大坏蛋又聚在了一起 怀公子最近干啥啥不行 已经引起了齐老太爷的极度不满 又在拿他的出身嘲讽他 可他不知道宇文怀也早已经对他不满了 这天阿罗交给星儿一个小木箱 说是公子送给他的 星儿打开一看 竟然是被宋大娘死前夺去的手镯 一切都在月公子的掌控中 星儿端来查给公子 见他没说话就想起身离开 公子顿时不开心了 帮了你那么大一个忙 连一句谢谢都能 就这么走了 谢谢公子 只有四个字 月妻他们 可是在那个镜湖里忙了一个晚上 那我去谢谢月妻 谢她干什么 公子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可你连月妻的醋都吃 冷公子你当个人吧 也是 你真应该好好谢谢月妻 说完拿出一个原本想送给星儿的礼物 这个指尖刃是这个世上少有的力气 我本来打算 奖励给你的 既然你这么说 我还是送给月妻好 连戒指都送了 嘴还是这么赢 你帮我送给月妻 诺 星儿走后冷公子竟然在偷笑 随后走到门前想偷看星儿 是不是真的要送给月妻 这眼神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公子 星儿刚才试带了一下 这个东西是有尺寸的 而且是星儿的尺寸 谢谢公子了 两个大男人用铁链将一个弱女子绑住 时间一到密室的机关会自动出发 到时候射出来的飞剑全都是带箭头的铁剑 如果星儿不能及时挣脱就会有生命危险 倒计时开始 星儿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开 可即使他拼尽了全力 铁链还是没有一点要损坏的迹象 倒计时结束 机关触发 几根飞剑朝星儿射来 在生死面前 星儿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 可他已经没有力气躲避第二部飞剑 户七狂魔怎么舍得让他独自面临危险 因为没有自己逃出来 被岳公子惩罚去草场练剑 不久后燕巡世子又来找宇文月 直接一袋银子放到他桌上 你的星儿我买了 够不够不够收 不卖 真是简单粗暴 燕巡还不知道 皇上对他父亲的猜忌已经快到了顶点 就在上午宇文月被皇上召进宫里 问他对燕士城击败柔然大火明星有何感想 岳公子自然是帮燕巡家说话 可皇上又举了很多类似高尘谋反的例子 宇文月再次斗胆劝说 把矛头指向燕巡的人 他动机是什么 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朝君臣 有所突兀 对于谋逆的威胁 历朝历代 都是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岳公子已经知道皇上早晚要对燕士城下手 可燕巡还没心没肺的来找他要买走星儿 但宇文月又不能直接告诉他今天皇上所言 因为以燕巡的性格肯定会去找皇上身边 或者找皇太后求情 若是求情不成功 他又会愤怒生起 但这不是儿戏 而是权力的搏杀 月公子真是煞费苦心 这时星儿正在操场练剑 突然元松出现在这里 还借来了燕巡的马 想请星儿骑马带他出去遛弯 星儿今天心情不错就答应了他 行 疾风 那咱们今天就送羽王殿下一场 面对疾风吧 元松将星儿带到了一片浪漫的桃花林 说了一顿赞美的话之后 又一副想表白的样子 就在这时朱顺来到了这里 星儿敏锐地发现了他 便跟元松说口渴想去打点水喝 就在他打水时 朱顺已经带人靠近了他 可以看出星儿是故意给他们抓住的 等他醒来时宇文怀出现在眼前 难道宇文怀也喜欢上星儿了吗 这边月七急忙过来告诉公子星儿被抓走了 一个着急忙慌的去救人 一个气得胡言乱语 怀公子问星儿 宇文怀杀了你哥哥 你难道就不想报仇吗 星儿说他不敢贸然行事 不然就是自投罗网 看来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计划 星儿的套路又开始了 说月公子已经很看重自己了 还送了自己很珍贵的指尖刃 这已经证明 他已经越来越信任我们 说不定 我很快就有机会 能够探到蝶子天眼的秘密 真是最多妇人心 怀公子已经有了一丝心动 星儿接着说 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宇文怨 而且杀我姐姐的人是喜老太医 说不准到时候 我们还能继续做同路人呢 要说他对宇文怨动手 不一定会是真的 那他对宇文怡肯定是恨之入 这番话说到宇文怀心坎里去了 宇文怨把你这个小妖精养在身边 还真不要命 而星儿故意被他抓的目的 就是想通过宇文怀了解宇文怡的事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掉宇文怡 为姐姐报仇 可这时燕巡世子闯进来救人了 看来宇文怡真不想我 是啊 怀公子刚刚不是也想拿我为妾吗 这么多选择 我也是很苦闹的 看来你在演戏 面对星儿的嘲讽 宇文怡反应过来了 他是在演戏 不出意外 燕巡顺利就走了星儿 临走前还警报宇文怡 宇文怡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了 但绝对不会有第三次 他们走后 怀公子的肺都要气炸 冲之网生营 为什么这段有种搞笑的感觉 星儿出来后对燕巡没有一点好脸色 因为燕巡打断了他的计划 就在星儿气急败坏地要离开时 元松又来了 星儿 你胳膊没事吧 腿没事吧 还有 云文怡有没有欺负你 他要欺负你 我替你修理他 星儿谢过之后就先行离开了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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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我连英雄救美的机会都没有了 燕巡被他说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你的心儿 他的缺点应该是不喜欢你 不过没良心这边 燕巡倒是挺赞同的 没良心 这边网生营的杀手已经找到了心儿 是云文怡派你们来的吗 就你们两个 原本以为是两个 可却出现了一大批 这时月公子也挥着翅膀从青山院赶来护起 星儿这边虽然轻松解决了几个 可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对方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星儿被他们用铁链绑住了四肢 就在对方要下杀手时 请问这事件还是火箭炮 这ADC的攻击力有点离谱了 星儿被公子救下后 公子又借着教武功的名义来和他跳舞 月日星遥相对白转千回 万般苦尽是非爱而无畏 还是还给星儿滴了点眼药水 你的眼睛已经涅槃重生了 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黑夜云年犹如百中 宇文月要带他参加一场宴会 而且他用叠纸天眼探测到 这场宴会不简单 两人刚出门就遇到了已经等待多时的燕巡 他还有一个月就要回燕北 希望星儿能和他一起回去 人家月公子还在旁边呢 当然不出意外地被拒绝了 可惜了燕巡的一片真心 宴会士公子们正在欣赏舞蹈 宇文月一眼就看出 这个蒙面敌女子不简单 就在他离开时 星儿闻到他身上的香味 就是那晚莫名其妙阻拦他的人 星儿回头请示公子 宇文月示意他跟上去 这个女子其实就是大梁的公主 她和宇文怀勾结想要打探蝶指天眼的消息 所以故意举办了这个宴会 邀请宇文月过来 再趁机溜进青山院 可他没想到宇文月身边的奴婢 竟然也是高手 星儿一路跟踪他到了青山院的密室 两人见面就打了起来 这位公主的身手也不落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就在这时宇文月赶了回来 公主见状立刻开溜了 月公子跟星儿说 我在考虑要不要杀了你 因为这个地方是蝶指天眼的核心所在 任何外人闯入格杀勿论 可他怎么舍得杀了星儿 他告诉星儿 只有青山院的蝶者才有资格进入这里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成为蝶者 公子真是好套路 明明是他让星儿去追别人的 就这样 星儿成了青山院的蝶者 这边大梁公主回来厚一脸的郁闷 这宇文月不铲除难成大计 可他身边高手如云 再加上他自己也高深波测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星儿 他意识到星儿可能就是宇文月的软肋 就凭当时在密室里 宇文月为了保护星儿任由自己离开 他准备好好利用这个星儿 这天燕巡又来劝星儿跟自己走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把销 却不知这一幕被旁边的醋坛子看见了 过了一会星儿端来药给他喝 月公子尝了一口 这么苦 药哪有不苦的呀 星儿正打算离开 突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味 还好星儿不打算跟烟寻走 让他放心 公子这才听话的拿起药 乖乖把他喝了 刚才还咸苦 现在尝起来似乎还有点甜 公子心情大好 将星儿带进了密室 把蝶纸天眼最大的秘密告诉了他 并奖励给星儿出府对牌 以后星儿可以自由出入青山院 月公子还告诉了他落河之女的事 若落河的女重现将 以他的好领 我们必有一场血斩 我倒是想 会一会这落河的女 你是想自己打自己吗 月公子训练了星儿这么久 终于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 而且有一定的危险 原本是不舍了他 但他的祖父宇文卓老头子 非要星儿去 月公子只好安排月七暗中保护他 还给了他几件神器 原来我小时候竟使用过神器 这边大量蝶者正在商量计划 星儿拿着神器在外面偷听 这是一个丫鬟走了进来 他们已经发现了隔墙有耳 立刻画风一转 还故意放大音量 说出了他们的假计划 他们要去左宝仓的店里购买武器 星儿彻底上当了 两人出来后 星儿一路跟踪他们 这时左宝仓的店内出现一个黄音女子 她正是烟北女子第一高手 住女 紧接着大梁公主和她的婢女也走了进来 也不知为啥 两人见面就开打 星儿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动静 突然一把扇子把她打进了屋内 这个隐心搞偷袭真有一套 保护星儿的月妻立刻和她打了起来 星儿进门后发现大梁公主正在里面等她 两人也一言不合地打了起来 三个地方三场战斗 星儿对付公主很是吃力 就在这时 左宝仓打开了一个暗门 几人立即跟了进去 月妻这边不敌隐心 被一脚踹倒在地 就在对方要下狠手时 月公子拔剑赶到 一招将隐心打飞 隐心知道不是对手立刻逃跑 这边终于不知道为啥没进来 星儿被两人夹击 逐渐招架不住 还好月公子及时赶到 两人自知不敌便打开机关 一块巨大的石门朝星儿压下 月公子一个非扑将星儿救下 可他们却被困在里面 大梁蝶者的目的达成 就是让宇文月没功夫对付他们 星月夫妻找了半天找不到出去的机关 星儿问左宝仓跟那几个女的是不是同伙 不是啊 我们不是一伙的 这么明显的事情你们没看出来吗 他们分明是想借我的地方 利用你把他骗来困死在哪儿 随后他突然哭了起来 说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突然就进了一对女人 到我田里一同打仓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千南却又跟你们这对小情侣 那是你等死 我回了 星儿连忙解释他们不是情侣 月公子此时心里却乐开了花 你家公子人不错呀 为了你这么个小奴婢 都能到这儿来寸死 真是个九世善人 佩服佩服啊 挺好的 谁都能看出月公子喜欢星儿 唯有星儿自己看不出来 左宝仓吐槽 遇到他们这些蝶者从来没好事 星儿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蝶者 前方高能 请捧好手机 你用的剑是蝉红剑 这说明你是蝶指天眼的人 他的剑是破月剑 你们两个人的剑是情侣剑 还好意思跟我说不是一对 不愿意拆穿你们就完了 现在拆穿了 有意思吗 气氛多尴尬 左宝仓往旁边一躺竟然睡了起来 他告诉两人这里没有出口 公子听完静默默地走到一旁坐了下去 星儿问他难道不想出去吗 他都说了 没有出口 明明就是想和星儿独处 出不出去后面再说 星儿倒是很着急 公子却也不管不顾直接睡了起来 这时越期待着越未来救公子了 却不想人家公子正开心着呢 可星儿发现叫了他半天叫不醒 替他把了麦后才知道他寒急又犯了 星儿问左宝仓有没有办法救他 老头替他把了把麦 说他几个时辰之后就能醒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星儿身上的木珠 左宝仓一脸震惊的神色 难道他和风云令主有关 这时星儿想起左宝仓这里什么都能卖 奇门遁甲的破解之术 各大豪门的俯行地图 星儿将他拉到一边 想跟他要集乐阁的地图 老头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条件是要用他的木珠交换 果然没看错 这跟当年洛河身上佩戴的木珠 一模一样 星儿不肯答应 毕竟这个东西和自己的身世有关 你可知一个女蝶者叫洛河的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难道我的身世 与洛河有关 那十二人结你认识吗 我应该认识他们 那风云令你总应该知道了吧 我倒是有点印象 左宝仓问他能不能告诉自己 风云令的下落 并表示愿意用任何神器宝物 交换这个信息 而且告诉他一个 自己知道的任意消息 看他那猴急样子 应该多套些话出 星儿谎称在十二人结手里 老头问他怎么落入他们手中的 星儿说被洛河硬抢过去的 开玩笑 十二人结是洛河的手下 若是被洛河抢去 怎么可能交给十二人结 左宝仓反应过来星儿在耍自己 见他不愿意和自己做买卖了 星儿安慰道 我答应 一旦等我恢复记忆 想起任何关于风云令的事情 我马上就回来告诉你 左宝仓突然两眼放光 如果眼前的女孩失忆了 身上又有只木珠 那他极有可能就是风云令主楚桥 而左宝仓本人就是十二人结之一 他立刻提出要帮星儿治好事一整 星儿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想进入极乐阁 你有没有地图 星儿始终没忘记帮姐姐报仇 为了能让星儿恢复记忆确定身份 左宝仓答应了 将极乐阁的地图交给了他 星儿接受了他的治疗 只见他拿着一盏烛火在星儿面前转圈圈 一段尘封的记忆出现在星儿脑海 洛河传给了楚桥一套极为霸道的功法 韩兵爵 他自己要去执行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临走前将一张地图和一个木珠交给他 说让他去找一个姓金的男人 等韩兵爵大成之后再打开木珠 会指引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画面一转楚桥来到了金家 和他几姐妹一起长大成人 可这天金妇接到消息 楚桥的母亲落河即将被问斩 楚桥决定去救他 在进入监狱时却中了埋伏 不过这些臭虾烂番鼠显然不是他对手 可来到关押母亲的牢房时 发现对方竟不是自己母亲 很明显楚桥中击了 此时外面大批人马包围了过来 楚桥独自一人杀出重围 可却被一个猛面高手满下 但在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明显不是楚桥 他其实是往生营的高级杀手 夏虫受洛河的嘱托假扮楚桥 以免他进入圈套 夏虫用秘术将对方的腿打断 刚好岳公子的祖父宇文卓天天坐在轮椅上 这时洛河的手下蛇女出现将他救走 关键时刻竟然被岳公子打断 左宝仓抱着头差点崩溃 星儿赶紧叫他住嘴 左宝仓也意识到了 不能让宇文卓知道这件事 岳公子突然对他说 你也该放我们出去了 原来岳公子发现烛火会跳动 证明有风 星儿也发现在里面待了这么久空气 还是如此新鲜 这就证明一定有出口 左宝仓在岳公子的威胁下 只好打开了大门 可两人刚出来就遭遇了埋伏 又是这个娘娘枪隐星 对方虽然人多但明显都是勒索 隐星剑不是对手 竟然又无耻地使出暗器 星儿挡在公子身前中了一针 公子火冒三丈 一脚将隐星踢飞 这货竟又逃走了 惯用手段就是暗器和逃跑 岳公子担心星儿的伤势便没有追上去 着急忙慌地跑到星儿跟前 替他把玩卖之后还不忘记骂两句 又蠢又笨 交给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出去以后不要说是我徒弟 对对对 别说是你徒弟 出去后跟别人说你是我老婆 回青山院后 星儿躺在床上休息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叫楚桥 母亲落合被人害死 凶手是谁至今是个谜 次日岳公子准备交星儿一个绝招 交之前两夫妻必须得办几句嘴 你一个姑娘家如此争强豪胜 因为星儿是谍者 如果不多学一些真本事 那不说明公子没有这个能力吗 星儿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你最近胆子很大 星儿只是逐渐敢对公子说出一些肺腑之言 公子不想听真话吗 收起你的肺腑之言 既然你不愿意听星儿只好说假话 那公子真是英明睿智 见斗嘴斗不过习腹 岳公子只好进入主题 横公子今天教你如何在百步以外 杀人与无形 如何才能在百米外杀人与无形 就是一定要转圈圈 没错 就是在发射之前先元帝转一圈 然后瞄准单位 就能所向披靡 双人五时间又到了 这样真的能学好吗 看他们的眼神 明显一个没心思学 一个没心思交 干脆直接谈恋爱得了 岳公子为了化解刚大仙推到了一边 星儿明显还沉浸在甜甜的氛围中 不过他不是一般人 冷静下来后立刻想起公子说的要力 就是发射之前一定要原地转圈圈 果然转完圈圈后所向披靡 威力巨大无比 随后回头甜甜的看着公子 把公子脸都看红了 接下来他将星儿带到密室 又教了他一个蝶者的技能 一张特殊处理过的信 只有用咸银粉撒在上面 上面的字迹才会显行 星儿马上想到木珠里的那张没有字的纸条 他回去后将粉末撒在上面 果然上面的蚊子显现了出来 如遇危险 看来星儿跟燕北也有很大的联系 就在他出来找公子时 看到月妻也进了公子房间 可等他进去时却发现月妻消失了 原来公子的房间也有密室 再摸索了一番后一扇暗门被打开 星儿走了进去却发现宇文卓竟然没死 而这个坏老头子也发现了星儿在旁边偷听 老头子说会派星儿去大梁坐死监 生死不论 月妻都很于心不忍 完了 星儿以为这原本就是月公子的计划 他甚至已经相信了月公子是真的对自己好 星儿心都要碎了 宇文卓还活着 五哥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而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 在他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死监而已 可是宇文卓 你知不知道 我几乎相信了 星儿感觉万念俱灰 他找到左宝仓告诉他自己要去刺杀宇文卓 而且就一个人 你根本不是去刺杀 你是去刺杀 死又何妨 什么叫死又何妨 你想死 我还不想让你死呢 我不想让你死 星儿眼泪在眼眶打转 想不到一个才认识不久的人 会如此关心自己 星儿很有可能是他的少主 他当然不舍得他死 可他这次行动确实太危险了 左宝仓剑劝不了 只好送了他几件神器 次日世子来找星儿 问他有没有考虑好跟自己回燕北 星儿这次答应了 可他的表情却没有一点开心 晚上星儿装成下等奴婢 被送到了极乐阁 宇文西老头子的命要走到头了 星月两人的虐恋也即将开始 而皇上也下令对燕士成一家动手 燕巡的悲惨人生与黑话即将上演 房间内的熏香有迷惑心智的作用 但对蝶者的星儿来说却没有任何效果 他躲在帘子后面换上了衣服 这时宇文西风度翩翩地走了出来 抓住池内的女子就是一番虐待 突然一把发簪扎在了他身上 宇文西回头一看 正是星儿吓得少 这眼神真是帅到炸裂 这时一群侍卫冲了进来 星儿摆好架势准备开始屠杀 宇文西剑情况不对准备逃走 一把飞剑朝他射来 很快侍卫们一个个倒下 最后只剩宇文西一人 星儿不会让他这么轻易死去 必须得好好折磨一番方能解气 想起姐姐曾经在这里遭受的折磨 星儿没有丝毫犹豫 带着指尖刃一拳一拳地砸在他脸上 即使对方已经死透了 星儿还是朝他多补了两百多拳 临走时他告诉一个避免 自己是青山院的星儿 是岳公子派他来杀宇文西的 岳公子太惨了 被媳妇误会不说 还被他嫁祸 这时朱顺带人走了进来 连忙问刚才那个婢女发生了什么事 这边燕巡准备连夜逃离长安 突然一个侍卫跑了进来汇报消息 众语劝室子别管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可燕巡哪里放得下星儿 叮嘱他们先走 他就完星儿再去跟他们会合 另一边岳公子也收到了宇文西被星儿暗杀的消息 就在星儿准备用左宝仓的神器逃跑时 宇文月突然赶了过来 你在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宰了宇文西 现在要跑了 岳公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星儿现在就像变了个人 在不像之前在他身边那样唯唯默默 星儿也是嘴硬 明明是觉得自己被岳公子给伤害了 而岳公子却真的以为这是星儿的真实面目 误会越来越深 星儿直接朝公子动手 这次再也不是教武功 也没有大家期待看到的双人五 公子处处收招 星儿却朝朝致命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灵溪报仇 灵溪之死 我已经解释过 可星儿现在根本不相信他之前的解释 说他为了让宇文卓假死 不惜牺牲五哥的性命 星儿 你听我跟你说 别再叫我星儿了 我不是 我不是星儿 这是岳公子亲手为星儿做的铃铛 铛碎了 岳公子的心也跟着碎了 而他听完星儿说的话之后 知道是他误会了自己 可他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星儿再次对公子动手 但他根本不是对手 公子只想让他先冷静下来 谁知星儿直接下杀手 星儿 你放开我 宇文卫 我再也不想和你们青山院 有任何瓜葛 星儿 星儿利用左宝仓的滑翔翼逃跑 可不想上面却破了个洞 就在这时烟熏柿子骑马赶过来 滑翔翼的扭扣松动完全脱落 您的快递到了 请查收 柿子捡到了个大漏 岳公子看见星儿安全了 但却投在了别的男人的怀抱 他真是既放心又伤心 跟媳妇这么大的误会该怎么办 他只好落寞地回到青山院 这时月七走过来告诉他 皇上已经下令让个大门阀集合 捉拿烟熏柿子 岳公子原本想出兵帮助柿子 可宇文卓突然要见他 并命令他不准出兵 为了青山院和蝶纸天眼 还有全族人的性命 万不能和皇上作对 宇文卓本想违背祖父的意愿 可他尽叫旁边的老奴跪下来求公子 月宝宝心里苦啊 媳妇才刚刚跟人家跑了 这边又不能去救自己兄弟 月公子只好听他的吩咐 原本这样燕巡还不至于和他翻脸 但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他拿出了一把月公子专用的寒冰剑 一看就要做坏事 也就是因为这把剑 让燕巡和宇文卓彻底反目成仇 日后在冰湖围沙布留一点情面 这边燕巡心儿已经和手下会合 正准备逃跑时 各大门阀突然从街角出现 城门已经关闭 燕巡等人成了瓮中之鳖 赵西风示意手下准备动手 心儿看准时机率先出手 月公子交得好啊 心儿率爆全场 直接抓住了对方的主帅 这时赵西风还出言不逊 以为心儿还是当年那个奴婢 一脚就给你踢翻 看把柿子给惊艳了 哥 快把他们走 快救我呀 对方只能下令先放他们离开 一场危机暂时被心儿解除 次日燕巡将魏书游给放了 经过了西城门一战 大家伙应该都知道 你是我的人了 我是我你是你 谁是你的人了 你是我的人 可心儿并不打算跟他回燕北 两个妹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燕巡 还是要谢谢你 多次相救 我们相识一场 前路艰难 你多加小心 等我找到小七小八了 说不定我们也会去燕北 你说真的 你可别骗我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下次见面就在不久后 心儿离开后 突然在路上看到一个红衣女子 她以为是小八就走了上去 可对方却突然回头射出暗器 还是得难的 跟隐欣娜缺德鬼一个德行 六公子也的确是少了 竟然派我这个百变 胡商人对我这么一个小独子 心儿制服她后 她竟然说是宇文月派来杀她的 月宝宝最强卑国王 人家只是派她去找心儿 这时宇文月也赶了过来 看到红衣人旁边躺着的人 她还以为心儿被她杀了 岳公子被心儿用刀架着 脸上却露出笑容 媳妇没死她很开心 可现在自己的性命却在她手上 真的会杀我吗 你可以试一试 心儿果然也下不了手 随后月公子默默走到一边 用一张手帕擦拭脖子上的血迹 心儿回想这是之前公子 帮她擦眼泪用的 她竟然一直随身携带 这放水也太明显了 刚才明明已经抓住心儿了 把人家放开后 又让月宝去抓她 可一群人围攻人家竟然打不过 就在这时 一匹马带着两排洁白的大板牙 急驰而来 世子又一次不顾性命就下了心儿 要知道她现在是逃亡之人 被抓住将万劫不复 月公子刚好找不到理由放心而走 这下刚好 她连忙叮嘱月位不要追 两人逃到了树林中和手下会合 封面想为世子助攻一波 心儿姑娘 您是不知道 刚才我们世子感觉到你有危险 不顾后面的追兵 非要回头找你 害我们担心了好一阵子 但心儿好像不太领情 还责怪燕巡太冲动了 你是长了狗鼻子吗 居然能长到我在哪儿 我就是狗了 我就是能忘了你看哪儿 万一把自己栽进去怎么办 你这是对救命人认的态度吗 我又没让你救我 真是养不熟的小野猫啊 不过燕巡早就习惯了 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舍了命地救你 都喊不来你一声谢谢 行吧 我谢谢你 我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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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够了吗 大板牙是真的白 不知道平时用的是啥牙膏 而就在这时 宇文怀已经带人包围了过来 几名手下重剑倒地 燕巡赶紧护助星儿 可自己却不幸中了一剑 燕巡的手下很快被杀得寥寥无几 他连忙冲出去引开对方的注意 而星儿却缓缓走了出来 他盯上了不远处的宇文怀 这一脚直击裂门 身后的树都觉得疼 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 不等宇文怀反应过来 星儿凌空飞起朝他斩去 可却被他闪躲过去 这一躲让怀公子多活了23几 两人开始硬碰硬 百勒会跑耍帅后 星儿再次主动出击 怀公子虽然不是普通的臭鸡蛋烂番鼠 不过还是被星儿虐了一顿 但人家毕竟是有实力的大反派 在星儿不断进攻时 他找准时机掐住他的脖子 这边燕巡轻易解决了一群弓箭神 可回头却看见星儿被宇文怀踩在脚下 燕巡不敢贸然进攻 而这一幕都被公子看在眼里 他拿起寒冰箭准备救人 星儿却自己找到时机脱壳 宇文怀还想进攻 燕巡立刻和星儿来了不完美配合 只见星儿踩在世子背上 一个不到360度的后空翻 双手猛地一推 宇文怀被推进了臭水洞 没想到第一次配合就这么有默契 两人相视而笑 月公子看到这一幕不知道心里啥滋味 下面两个人好甜 月宝宝心里好酸 好难受 好想哭 就在两人骑马逃跑时 月公子专用的寒冰箭瞄准了他们 两人被打下了马之后 立刻被团团包围 难道真的是月公子出手拦住了他们 竟然是这个老奴 完了 这下公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最强碑国王被石锤 他只好怒气冲冲地走到老奴身前 这次月公子是真的生气了 燕巡和馨儿被关押在囚车上 这时馨儿摸了摸他的伤口 发现上面冰冰凉凉的还有水劲 完了 月公子彻底没法解释了 这边大批侍卫手捧盒子走进皇宫 里面装的正是燕巡家人的尸首 可此刻的他还完全不值钱 两人被关在两个牢房中 只能靠墙上的洞交流 燕巡让馨儿出去以后跟着自己 以后由自己来保护他 馨儿点头答应了 好 那出去之后 你要带我去吃好吃的 我现在可是快要饿死了 想吃什么 只要你说得出口 我绝对能摆在你面前 天这么冷 我就想吃红烧肉 这句话让燕巡很心疼 觉得馨儿一定又冷又饿 他让馨儿把手伸过来 你干什么呀 没关系的 烟巡问他 我本名叫楚乔 烟巡说那以后就称呼他为小乔 不好听 乔乔 难听死了 我叫你阿楚吧 烟巡对阿楚的爱从没变过 即使到后面彻底黑化 而这也是狮子最后一次笑出了两排大板牙 这边烟巡的姐姐得知父亲和哥哥遇害 准备逃离长安城 可中途却被赵西风堵住 一失两命 他还是个孕妇 就在赵西风准备走时 突然一颗狮子朝他寄来 是月公子来了 可惜来晚了一步 他看到地上的尸体怒不可恶 赵西风这时还过来挑衅 月公子本来一肚子的气 直接对他动手 赵西风的人马在他的月位前不堪一击 很快就被制服 就在公子要下手时 突然宫里的太监感到说皇上要召见他 赵西风又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但你当月公子真的不会发飙吗 随后他将自己的衣服 披在了燕巡姐姐的身上 月公子背后为燕巡一家做了很多事 可都没有告诉过别人 一直这样默默无闻还要背锅 皇上知道宇文月和燕巡是多年的好兄弟 于是让他明日在九幽台做副长官 协助宇文怀斩杀燕北逆贼燕巡 这个皇上真是杀人诛心 月公子久久没有开口答应 皇上便出燕警告他 宇文月只好答应下来 他不敢拿这么多人的性命去赌 次日燕巡的母亲白生一袭白衣跪在皇宫前 燕家现在只剩他和燕巡两人 他今天必须保住儿子 而燕巡此时还在监狱给馨儿讲燕北有多么好 那里没有奴隶 没有勾心斗脚 馨儿听完也对燕北很神亡 可他们注定没有机会回去 魏书游已经带人过来 要将他们押送九幽台 此时的忠明了三十六相 老太监大声请出副长官 当宇文月走出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谁都知道各个公子搁内 他和燕巡的关系是最好的 可他为何会成为副长官 月公子也是有苦说不出 面对燕巡愤怒和震惊的目光 以及心而失望的眼神 月宝宝一肚子的委屈没地方释放 随后宇文怀宣读圣旨 说燕巡城企图谋反 如今一家十四口全被扶珠 只剩下燕巡和他母亲白生 念在世子从小在长安城长大 没有与叛逆勾结 现在令他辨认人犯 而且还要他观看人犯受刑 才能饶恕燕巡的罪过 也就是让燕巡辨认尸体的身份 皇上此举是想故意引起燕巡的愤怒 这样自己就有理由将其斩杀 这时士兵抱着木盒走了进来 宇文怀一脸得意地让燕巡领旨变为尸体 可他要是领了就等于承认父亲是逆贼 燕巡冲上去对着宇文怀一顿暴走 这正好合了他的意 抗旨不遵格杀勿论 宇文怀立刻招呼手下动手 月宫子连忙劝说他领旨 如今保住性命才是关键 宇文怀走上了九幽台 打开其中一个木盒 燕巡是子 很久没跟你爹见上一面了吗 看这表情 怪不得他妈妈不让他进家门 燕巡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崩开了手铐开始反抗 一人面对千军万马杀出一条血路 可他自己也被打得浑身是伤 燕巡 好几次被打倒在地 都靠意志力顽强地站了起来 终于他一个人打上了九幽台 士兵们还想攻上来 宇文怀挥手阻拦他们 可怀公子肯定不会让他舒服 燕巡差点被打进了断头台 幸亏被星儿救下 他的体力已经快到了极限 可还是缓缓地站起了身 月公子虽然很不忍 但依然不敢出手相助 宇文怀是一弓箭手放箭 好几把箭射在了燕巡身上 他把箭矢掰断 又重新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朝木盒子走去 所有人都无力地看着这一幕 公主和元松抱在一起哭 星儿也流下了眼泪 月公子在心里劝他不要上来 燕巡没有放弃 一步步往九幽台爬了上去 宇文怀准备给他来致命一击 好在被月公子发现了 站在一边帮他挡住 他下令不需要验尸了 立刻对尸体行刑 可宇文怀警告他 宇文怀说如果燕巡不接纸 他现在就可以长了他 月公子满身怒气却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燕巡的母亲白生来了 他已经得到了皇上旨意 墓盒里的人是他的丈夫 他的儿子和女儿 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验尸 燕巡看到母亲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母亲告诉他要相信父亲 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不是所有事情都有道理可讲 就像狼吃兔子 兔子吃草一般 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白生打开了第一个盒子 里面是他丈夫燕巡城 当年贼兵火烧皇宫 事成待人 用姓名杀贱去救家 事成 当先找到了 当时还是皇子的皇上 这个昏君难道是千里尔吗 这么远都能听见 就这样白生一个个 验完了墓盒里的尸体 大声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说出他们为当今皇上 做出的贡献 验完之后 墓盒被扔进了火堆行刑 白生告诉儿子不要哭 燕家男儿流血不流泪 随后他将燕巡推到一边 自己突然转身撞在了火炉上 母亲也死了 他用自己的死患 来燕巡的生 几天之内燕家全灭 仅剩燕巡一人 他的黑化是必然 甚至忍不住支持他黑化 燕巡的眼泪 在九幽台这天用完了 而两拍洁白的大板牙 也再也看不到 燕巡和星儿 被重新关进了牢房 可惦记他性命的人很多 毕竟谁都知道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道理 若是有一天 让他重新回到燕北 那还真的会有大麻烦 宇文怀立刻书信一封 给大梁公主 当晚他们就派人 准备刺燕巡 但星儿可不是好欺负的 将人宰了不说 还获得武器一把 可没过多久 赵西风又带人过来了 他前几天被星儿切断了手指 今天是来报仇的 他抓住燕巡 威胁星儿自断手指 有手指 断我的 我还给你 赵西风答应了他 要求燕巡自己动手 我的命不值钱 你不要这样做 谁说你的命不值钱 在我这 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燕巡没有犹豫 为救楚桥自断了一根手指 赵西风这才满意的离去 楚桥心疼的看着燕巡的断指 此刻再也忍不住 眼泪不禁的滑落 燕巡却淡然一笑 安慰楚桥自己没事 一根小拇指影响不了什么 在他心里 楚桥的安慰比什么都重要 两个人都失去了家人 有着相似的秘密 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不久后 岳公子来看望燕巡 看到他现在的惨状 宇文月眼睛都红了 燕巡问他当日 自己和星儿准备逃跑时 最后的冰雪剑是不是他设的 是我的 其实是宇文卓旁边的老模设的 燕巡在问他皇上 是不是令他暗中 收集燕家谋反的证据 有 其实他根本没去收集 还一直劝说皇上燕家是清白的 燕巡在问他 是不是早就知道 皇上对他一家动了杀心 月公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来后吩咐老头 要时刻注意世子的安全 药物和饮食都要最干净的 为啥公子刚才不解释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牢房内耳目众多 只有博主我来帮他解释一遍 并且月公子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大楼外 保护燕巡和馨儿的安全 而燕北也成了无主之地 成为了几大门法口中的相摩摩 可如果被他们掌握了燕北 皇权就会受到威胁 就在皇上不知道该咋办事 身边的王太监出了主意 让燕巡做定北侯 他说燕北的秀丽君叛变 精英部队也被打散 就算燕巡继承了定北侯的爵位 也不足为爵 加上皇上刚杀了他一家 让百姓心寒 现在赦免燕巡再给他官位 可以让百姓觉得皇上仁得胜利 而且燕巡就在长安城内 翻不出皇上的手掌心 皇上思考片刻觉得太监说得有理 便听取他的意见 来人啊 给太监掌工资 皇上还不知道 就是他的这个决定 奠定了燕巡谋反的基础 而王太监的主意 其实是来自月公子的暗示 宇文越早就知道了皇上心中所想 他料定皇上一定不会将燕北 送给几个门法 这个人一定得是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 而且得有功能 能够被皇上所掌控的人 岳公子便事先找到公主 跟他说了此事 公主一直爱慕燕巡 当然不舍得他死 于是在王太监面前稍微暗示了一下 而王太监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 揣摩圣意早就手道擒来 他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于是昏君就这样被带进沟里 王太监还以为公主算无一策便聪明了呢 殊不知他身后有高人 怀公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人都要气炸 他严重怀疑是宇文越动了手脚 宇文越 是不会这样看着燕巡死的 谁都知道宇文越对燕巡和星儿好 只有他俩自己不知道 宇文怀决定利用星儿对付宇文越 把手令给我取回 押出杀我祖父的凶手 星儿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罪奴所 岳公子收到消息后很快便赶了过来 我清深月的鼓鼻 虽然这句话很霸气 但不知为啥总有种很委屈的感觉 不信你们倒回去听听 你看着他这样你难受吗 今天我就让你痛苦一辈子 眼看星儿已经快无法呼吸 这样下去一定会被宇文怀掐死 岳公子手指一转 一根银针扎在了星儿腹部 星儿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就连宇文怀都懵圈了 岳公子叫人将星儿的尸体带走 可宇文怀哪里会轻易相信他 他让精通医术的张大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张大人把了把他卖搏后 告诉宇文怀他确实死了 就在他们将星儿抬回去的途中 岳公子突然被皇上召进宫里 他只能先让岳七将尸体抬回去 岳公子真的会对星儿下杀手吗 其实他那一针次中了一个穴位 可以让星儿进入假死状态 可如果抢救不及时还是会死 皇上下令让宇文怀去边关历练 叠指天眼以后就交给宇文怀掌管 岳公子哪里还有心思听皇上讲话 领完纸后着急忙慌地赶回青山院 可却得知星儿被那个老奴送到了乱葬堂 他立刻快马加鞭地赶了过去 只有半个时辰了 如果没赶到 星儿八成是没了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大梁公主萧玉又出来截杀 岳公子就七心切便打便跑 可萧玉不依不饶 好在岳七过来阻拦他让公子先走 可前面还有个娘娘枪引心 他又是一发暗器朝公子偷去 这就抹得了 看他每次出场都那么帅 没想到岳公子一招就将他解决了 也是因为岳公子现在着急赶去救星儿 谁党杀谁 可等他来到乱葬岛时 却没看到星儿的踪迹 刚送来一句女诗 穿着求福 她在哪 姐爷 近来城中瘟疫爆发 凡是送来的女诗都被立即焚烧 你是什么 她 已经被烧了 公子立刻命令月未灭火 此刻她的心已经沉了下去 看样子星儿大概率是没了 我心灭后 她在灰烬处找到了自己送给星儿的指尖人 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 公子对星儿的恩情 星儿您借一信 谢谢公子 回去后她成天已久不认 难以想象这是以前的那个冷公子 就在这时宇文怀过来找她 她受皇上的命令来接管蝶子天眼 怀公子现在高兴得很 花了这么多心思终于将蝶子天眼收入囊中 她以为有了蝶子天眼就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她几乎崩溃 蝶子天眼收藏了许多见不得光的秘密 一旦暴露出去 知晓秘密的人将会有大火 第一件案子说出来宇文怀就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眼睛瞪得比锦竹还大 可这还没完 还有一些关于先帝的丑门 也被收录在谍纸中 宇文怀傻眼了 月公子接着说 月公子又说 江湖门派中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在这里 你要接手的话就要做好与天下为敌的准备 随后月公子给她看了蝶子天眼的自毁装置 说自己曾经无数次想按下这个按钮 一日踏入这个地方 终身都将是个见不得光的人 就像我一样 一辈子 昏少在这个院子里 永远也出不去 接下来他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 宇文怀是你的总夫 还是你的生父 答案也在电视楼里 宇文怀终于崩溃了 直接按下了自毁装置 感谢兄长替我困手 让我重获自卢 蝶子楼就这样莫得了 宇文怀也可以安心的去边关力链了 皇上知道后不由的胆态 还以为宇文怀胆识过人 没想到他也能被吓成这样 随后下令把燕巡放出来 送进城内的鹰哥小院中 看似重获自由 实则还是被软禁 就在他出来时 兴儿和重莉在大牢外面等他 原来兴儿没死 或许是体内的寒冰爵再次发挥了作用 他将只坚韧故意留下 就是想和月公子彻底了断 因为月公子那一针已经彻底伤透了他 宇文怀真是太惨了 救兄弟救的人家和他彻底反目 救老婆救的人家和他断绝关系 妥妥地被过月 这天兴儿来祭奠四姐和五哥 临走时突然看到一座墓碑上写着自己的名字 地上还放着一把残红剑 和月公子之前的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 从此刻开始 你就是蝶者 我给你的 是残红剑 果然兴儿还是想念和公子跳双人舞的日子 他将残红剑带了回去 柿子一看就认了出来 残红剑 说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 这次回来 你就不要再出去了 他和燕巡被软禁在小院中 行为处处受限 到处都是个大门阀的眼睛 皇上下令让燕巡在长安城内养三年的商方可回燕北 实则就是为了拖着他 找到机会将其解决 而燕巡心儿仲宇等人也在暗暗谋划逃走 期间遭遇了无数次的刺杀都活了下来 月公子也经常派人帮助他们 可他们还是找不到完美的时机逃跑 而宇文月也到了该去边关的日子 临走时想见一眼燕巡可却被拒绝 他叮嘱月妻一定要好好保护世子 保不保护的再说 后面那个撑伞的女人手上拿的是啥 宇文月在边关追随了七皇子元澈 和他南征北战 好几次舍命将他救下 如今的宇文月已经成为宇文将军 两人关系甚好 可谓是推心致腹 三年时间一缓而过 转眼就到了他们一起回长安的日子 而就在今晚星儿和仲宇准备到皇陵 因为皇陵由三大门法掌管 这样可以让他们消停歇 一心处理皇陵的事 没法分心对燕巡下手 果然宇文月和他撞上了 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 剑面直接开打 在打斗中还互换了宝剑 星儿打不过找机会逃了出来 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 而月公子出来后月妻发现了端倪 这天皇上召见燕巡 这么多年他一直低调迎人 让皇上找不到理由对他动手 皇上告诉他们 几天之后柔然使者会来朝 他要在郊外举行一个围猎迎兵活动 而就是在这次围猎中 燕巡使鸡一尸二鸟 解决了赵锡峰并嫁祸给魏淑友 星儿更是大放异彩 经验全场 宇文月和燕巡三年未见面 他问燕巡这些年 有没有收到自己写的信 这些年 一直被全景在那一方院子里 整日显得发慌 可也不是什么东西 都值得拿出来 打发时间的 燕巡的话字字扎心 月公子解释说自己当年别无选择 当我得到消息的时候 定被侯一死 我为了保住你 将军 原本的坦白局却被世子打乱 我虽贵为长安城里头号险人 那也不代表 我有心情愿意坐在这里 听你说这些 你莫不如就如赵锡峰与蒙怀一样 站定立场 翻领无情 也好过 你现在的假人假意 扎心了月公子 很快到了狩猎这天 原松向燕巡借走了星儿 将他带到树林中想跟他表白 但星儿只把他当朋友 趁他转身时溜走了 这时星儿看见地上有只受伤的野兔 他走上前为兔子包扎 突然一把剑朝他射来 你是谁家的家奴啊 凭什么动我们的猎物 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便是柔然的渣马郡主 他把星儿当成了家奴 扔了一袋银子给他让他逃跑 他和手下比赛看谁能射中星儿 星儿捡起银子便跑了起来 两人在后面一路追赶 可却一箭都没射中 星儿突然停了下来 能射中奔跑中的奴才 不知道能不能射中奔跑中的骏马呢 扎马不屑地说当然可以 于是让手下将马给他 星儿坐上去后 直接一刀刺在马屁股上 马儿吃痛一路狂奔 只留下两人在风中凌乱 晚上晚宴时 赵西风等人计划 明天对烟巡下手 当然少不了一顿挑衅 而就是这顿嘲讽 奠定了他们明天归西的基础 就在这时 扎马突然向皇上请示 要向一个人挑战 这个人自然是星儿 白天在他手上吃了亏 晚上想找回场子 还说先让他过了自己手下那关 才有资格挑战自己 一个壮硕的肌肉男走得出来 一看就武艺高强 星儿却淡定地看着他 肌肉男一招就被解决 皇上忍不住为星儿鼓掌 全场都为之赞叹 手下被解决了 接下来轮到了扎马郡主 他提出笔射箭 直接用剑射对方 谁若中剑谁就输了 他可真敢比 星儿的剑法可是月公子骄的 赵西风这时又出来作妖 说郡主是娇贵之身 可以用正常的剑 而星儿是奴婢只能用无头剑 这样就不会伤到扎马郡主了 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欺负人吗 一个奴婢而已 死了又何妨 星儿表示愿意用无头剑和郡主比试 废话不多说 比试开始 电风扇吹得星儿的头发迎风飘扬 颇有女侠的气质 两人各自占好位 相距不到十米远 赢得敢敢单单 老魂军开心的像个一米四的小胖子 自己为国的婢女轻松战胜了柔然的郡主 她怎能不开心 可赵西风还不打算放过她 说星儿原本是青山院的婢女 奴籍未解决令头她主 暗律当斩 颜松立刻站出来为星儿说话 说她虽是奴婢身 但今日为大卫争光 这个时候如果罚她实在欠头 岳公子也站了出来护妻 岳公子说当年副边关比较匆忙 没来的即将是奴婢婢给她 老魂军终于干了件正事 散场后召西风和魏书游正在计划明天的事 他们想趁打猎时将燕巡置之死地 可没想到这个计划让她俩自己送了命 次日狩猎开始 燕巡故意单独往林中赶去 赵魏两人紧随其后 可赵西风杀敌心切冲得太快 不知不觉和魏书游等人拉开了距离 突然一棵大树折断拦在了路上 魏书游只好带人原路返回 而赵西风还一路驾马狂奔 不出意外三个手下死在了星儿手上 等她来到燕巡身边招呼手下动手时 可却没有动静 她终于意识到重剑了 刚想掉头逃跑 可星儿堵在了她身后 逃不了只能拼了 只见她凌空飞起几米高朝燕巡起来 燕巡一步步走到她身前 赵西风还出言不逊 她认为燕巡不敢杀自己 毕竟狩猎有这么多人在 自己死了燕巡也难逃其咎 赵西风就这样抹得了 燕巡将皇上赐给自己的玉佩扔在她身边 这只是复仇的开始 很快赵西风的死被发现 皇上问燕巡 为何她玉佩会在赵西风的尸体旁边 燕巡解释昨天不小心将玉佩遗失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魏书游说燕巡和赵西风向来不合 她一定是凶手 不然怎么解释玉佩刚好在尸体旁边 燕巡说有可能是魏书游将其杀害在嫁祸给自己 因为就在昨晚 他们两人一起来到自己身边挑衅 想必魏书游就是那个时候将自己的玉佩偷走了 用来嫁祸自己 而且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 袁松立刻站出来说 昨晚确实看见他们和燕巡发生了争执 目前各有各的说法无法定夺 皇上将此案交给袁车去查 不久后 他们找到了赵西风的三名随从 并且在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螺旋箭 这种箭是魏书游专用的 天下独此一家 魏书游马上被叫来谈话 看到自己的螺旋箭之后 他也慌了声 昨日有人看见你和赵西风 还有他的三名随从一块出去 你们去哪了 我们去打猎 但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他们却整日未归 你为何不上报 我没注意啊 可 可张西风的事跟我无关呢 袁车下令去魏书游的营帐搜查 果然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地图 燕北兵被图 这 完蛋了 魏书游这下白口莫辩 皇上大发雷霆 燕北兵被图 难道魏书游有谋反之心 燕巡说魏家这三年派来杀他的人数不胜数 这个事情人尽皆知 想必是因为自己死了后 燕北就成了无主之地 他们准备的兵被图 就是想找机会吞并燕北 赵西风的父亲大喊着要让他尝命 魏光知道以他儿子魏书游的智商 根本想不到那么远去 可如今大势已去 他赶紧站出来跟儿子撇清关系 要保住魏家 皇上当然不会动他 各大门阀之间需要制衡 可魏书游的是证据确凿 皇上让他认罪 省得连累魏家 魏书游还在为自己解释 这时魏光捡起了他的螺旋键 为保卫家 亲手世子 扎心了老爹 这天兴儿接到皇上召唤入宫 可进宫后却碰见宇文悦 夫妻相见 先打一顿再说 在打斗中又把剑给换了回来 动作要不要这么一支 这样真的好吗 打完后 馨儿要他给自己试诺文书 月公子提了个要求 要馨儿回青山院 再当一天自己的避命 为了取回试诺文书 馨儿再次来到青山院 看到眼前熟悉的景象 馨儿心里百感交集 她的房间依然整整齐齐 和月公子的回忆涌伤心头 月七告诉她 自从她走后 她的房间公子一直会找人定期打理 馨儿来到月公子身边 月公子问她 是不是在燕巡身边待了几年后 已经忘记了青山院的规矩 馨儿翻了个大白眼 月公子往旁边指了一下 事宜让她去倒茶 虽然不愿意 但说好事来当奴婢了 倒完茶后往公子桌上一扔 一副你爱喝不喝的样子 不过公子还是喝了下去 随后她将馨儿带到外面 说要试试她的武功有没有长进 这就是星月夫妇的相处模式 每次见面先吵架 吵完再打架 打完接着吵 可这时苍无鸟飞过来阻拦他们 月公子怕伤到她赶紧收剑 馨儿见差点刺中公子也立刻收剑 月公子为了救她不顾手掌被划伤 两人四目相对 过往跳舞的画面又出现在馨儿脑海 到底是仇人还是爱人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看他们打架的画面 午饭时间到了 公子让馨儿一块吃 以前不是这规矩啊 规矩还不都是我定的 馨儿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她嘲讽公子以前时不禁不肯下咽 怎么现在连粗茶淡饭都愿意吃了 如果是你 连吃三天的死马腐肉 我看你挑不挑 你也有今天 月公子知道半嘴半不过 示意她动筷子 可就在公子夹肉时 馨儿故意去抢她夹的那块 我虽然不挑食 但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抢肉 既然坐在一起吃饭了 凭什么说这块肉是你的 我先夹的 我没看见啊 公子还不肯让 两人又用筷子打了起来 这块红烧肉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这样对她 你不是连死马的腐肉都吃吗 沾点灰应该不要紧吧 月公子又想去加肉 馨儿伸出筷子挽住了她 好可怜的感觉 不过这才更像情侣在一起的样子 晚上公子拿出一瓶毒药 告诉馨儿这是牵魂伞 当年她的祖父和馨儿的五哥灵溪 同时中了这种 他们在为了祖父解药后 公子原本想救灵溪 可老奴告诉她解药 只有一颗已经用掉了 她见我数时辰 就会肝胆剧烈 痛快死 公子 求求你 杀了我吧 公子为了让灵溪解脱 只能提前结束她的生命 时隔这么多年 宇文月终于向馨儿解释了她五哥的死 馨儿虽然听完有所松动 但也并不买账 馨儿 你不该只为别人活 要放过你自己 月公子才是最懂馨儿的人 馨儿这么多年确实都是为别人而活 在青山院时是为了保护妹妹 和燕巡在一起是为了帮她回燕北 可她却从没为自己想过 公子很心疼她 希望她能做自己 这句话其实已经说到了馨儿的心坎里 可她还是嘴硬 到不同 不相为谋 你无需再多说 燕巡那边确实离不开她 她让月公子给自己是奴文书 月妻 带好是奴文书 被马车 宇文月的爱胎深沉 她只希望馨儿能过得开心 但她也知道馨儿在燕巡身边并不开心 而且时刻面临危险 她只能穷极一切去保护她 初来十月七将是奴文书交给了馨儿 当年 公子以真词之法让你假死 他急着赶去救你 遇上刺客截杀 这才绊重了脚 我们到的时候 你已经不见了 来人啊 给月七家工资 本以为两人这次之后就散了 可没过多久又马上见面了 皇陵失火被盗 皇上令与文月追查此事 其中有个重要物件叫白玉顶 此顶是放在皇陵中的风水线上镇国运的 皇上命与文月必须将其追回 而皇陵的建设一直与魏光有关 其实那个白玉顶已经被魏光拿了出来 放在了自己祖先的棺材里 他的胆子是真的大 原本只有三个人知道此事 魏光问书叶和一个叫柳生的人 魏光想着将这人除掉后 这个秘密就可以保守下来 可没想到有两个人在门外偷听 一人是宇文月叠指天眼的人 另一人是燕巡早早安插进来的卧底 燕巡这边派出星儿一定要将柳生给救下来 宇文月也准备亲自出手救人 而魏书叶则是赶去灭口 他们很快在柳生的必经之路将其拦下 就在魏书叶的人即将杀死柳生时 星儿及时感到将其救了下来 可对方人太多 而且有几个厉害的杀手在其中 星儿也不小心被划开胳膊 众人再次向星儿冲来 就在这时 一道靓丽的白色身影从天而降 马上为星儿解开了困境 星儿回头一看 两人不需要语言 默契地配合黏手而来 不久后敌人全灭 可谓书叶却堵在了柳生身前 就在他要下杀手时 月公子赶到一脚将其踢飞 看到对方是魏书叶 公子知道这人并不坏 而且还挺善良的 于是将他放走了 随后将星儿拉到一边 你干嘛 你受伤了 你放开我 放开 不要乱动 我知道你痛 可是我要包子 我知道你痛 可是我要包子 你放开我 不放 圆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脸皮了 我一直这样 你才知道 月公子要是脸皮早点这么红 也不至于和星儿闹成这样了 如今终于开窍了 替星儿包扎好后 星儿问他既然知道黄灵是他们到的 为什么不揭发他 为了你 怕是你也想借这个机会除掉魏光 如果他论到这个 能让你开心的话 我可以和你聊一会儿 月公子终于开始主动了 慢慢追七路正式开始 魏光这边不用说了 柳生没死成 他被揭发 直接被皇上砍头了 还好月公子帮他保住了魏家 星儿这边接到一道圣旨 让他去军营当教官 这下好了 星儿虽然不再是月公子的奴婢 可又成了他的下属 女子为将还是首例 而且整个军营只有他一个女人 月公子怕他被欺负 于是一封书信给袁澈 将星儿安排到秀丽军去 秀丽军原是燕北的叛军 对燕巡世子充满愧疚 他们也知道星儿一直陪在燕巡世子身边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为难星儿 月公子真是用心良苦 后来也不出所料 秀丽军对星儿马首是斋 星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甚至超过了燕巡 袁澈在和宇文月谈话时 问他是不是对星儿动了感情 这样的女孩啊 难得 不过人家那份情意 不是对你的 袁澈说这个女子当年 在九幽台与燕巡生死与过 更是陪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这份情意 你逼得了吗 下花再美 不在你手中又有何用啊 我看着便好 月公子的爱好卑微 你可是堂堂大将军 袁澈劝他放弃 可宇文月览的理他直接走了 去哪呢 当然是找星儿 此时星儿正在交秀丽军射箭 月公子直接过去将他的剑拿来 在众人面前表演了波绝火 好 太棒 好啊 你的剑法还不错 将军的剑法更是出神如画 我当然知道 没别的意思 反正现在脸皮厚了 不得在星儿和他的手下面前炫耀炫耀 几天后大梁太子肖鹤要来为国采封 皇上有意想将袁淳公主嫁给他联姻 可听说此人风平极差 后宫家里无数 皇后当然不舍得淳儿嫁不去 于是提前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 相亲对象大家都很熟悉 不错 就是这个冰驼子 他也没办法 皇后安排的 皇后让淳儿去给冰驼子敬酒 不好意思 本公主失了手 看来这杯酒咱俩是喝不成了 真是没有缘分啊 这演技连冰驼子都气笑了 皇后直接被他气走 袁淳又警告宇文悦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多谢了 你什么态度啊 我虽然说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可是你听到我这么说也没必要这么开心吧 没什么态度 多谢公主不嫁之恩 几天后听说肖鹤太子已经快到了 这位太子有多奇葩呢 凡是男人经手过的东西绝对不碰 每次出行必须由一批妙龄少女陪伴 一听就是纹裤子弟 袁淳原本想硬着头皮去接他 可对方尽叫婢女传话 说袁淳刚从前线回来 身上煞气太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 袁淳差点气炸了 这些将军也都不想去接他 可这样又失了礼数 毕竟人家是邻国的太子 现在只有馨儿一个人是女的 这份苦差事果然沦在了他手上 可就在双方碰面时 对方的婢女竟出言不逊 对着馨儿一顿侮辱 手下出言反驳了他一句 他竟直接动手 太子的队伍就这样被一匹马带走了 馨儿也懒得伺候了 正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骚气 皇帝老儿为了找机会除掉燕巡 特意要把袁淳公主嫁给他 燕巡本来已经婉言拒绝 可婚君竟然以楚桥来威胁他 淳儿见父皇生气 怕他会为难燕巡 赶紧解释 父皇 没有您说的那回事 您别瞎猜了 我和燕巡哥哥 早就死定终身了 此时燕巡心里有一万只羊驼奔腾沸腾而过 但他为了保住楚桥 只能默认了袁淳的说法 而这桩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并且婚期定在十天之后 晚上燕巡约楚桥出来想跟他解释 可楚桥却很淡然 他知道燕巡不喜欢丛儿 只是这是皇上的赐婚 他们也猜到了皇上要借这个机会动手 这一下打乱了他们之前私下逃跑的计划 违京之计只能强攻长安城 可虽然已安排了燕北的兵马潜伏在城内 可还是远远不够 而就在这晚 大梁公主萧玉约燕巡见面 愿意帮助他强攻 他的人马已经渗透了长安城的东门 他之所以帮助燕巡 是因为他知道燕巡一旦安全回到燕北 势必会和魏国开战 到时候大梁做山关互动 坐收渔翁之力 燕巡即使知道他的想法 也还是答应了跟他合作 这天萧策约兴儿出去城外走走 还说城外驻扎了好多人马 场面很壮观 兴儿马上想到了燕巡需要城外的驻房土 便答应了和他一起出去 你以为萧策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吗 他可是大梁太子 跟萧玉一样希望燕巡能逃回燕北 而且还能顺便帮助乔乔 可在中途却遇到刺客截杀 正是萧玉派来的人 他们虽然是姐弟 可关系却似如水火 楚乔为了保护他身受重伤 可还有几个刺客没有死 萧策为了让兴儿安全 只能现身将他们引开 可还是有几个人发现了楚乔 他用最后一丝力气发出哨子剑将他们解决 随后就昏倒了过去 等醒来时发现宇文悦在旁边 岳公子还贴心地给他打了一杯水 轻轻抱抱举高高 岳公子将杀手引开 把兴儿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在他与别人厮杀时 燕巡世子又来取快递了 可怜的宇文悦 打完嫁媳妇已经不见了 晚上肖策找到燕巡 江城外的住房图给了他 他的目的和消遇一样 就在燕巡与淳儿亡分的前一天 宇文悦约他见面 岳公子直接说出了燕巡 安插在长安城以及皇宫的所有眼线 还有他准备强攻出去的路线 他表示自己一定会阻拦他们 不愧是和导演关系好的人 长安有八万户百姓 加上驻兵 有五十多万人 你为了一己之私 真的打算让五十多万人 给你陪葬 燕巡的计划 全被宇文悦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 会让你觉得心安吗 有些事做了 不一定会开心 可若是不做 就一定不会开心 燕巡起身离开时 宇文悦又问他 你做的这些事 星儿知道了 很明显星儿不知道 若是他知道了一定会阻拦 回来后三人捋了一遍所有的计划 静等次日攻城 第二天 燕巡穿好新郎服出发 满朝文武等待他来接亲 而就在这时 城外驻扎的士兵已经被大梁的人给清除 就在燕巡快到九幽台时 突然路边窜出无数侍卫 发现燕巡驸驸马 在英歌院内 有大量的违镜武器 怀疑燕巡有造反之势 先本教 奉皇命来缉拿燕巡 一人站出来问圣旨在哪 可却被对方直接一刀砍了 接亲对剑情况不对落荒而逃 可燕巡却坐在轿子里一脸的淡定 只见秀丽君从各个街角走了出来 双方人马直接打了起来 等燕巡下轿时 对方首领已被抓住 燕巡用他的血迹剪 随后露出久违的洁白大板牙 发表了一段激昂陈词 我定被侯府 板门蒙远 燕巡的百姓 全族患难 我燕巡再次立誓 哪怕山河崩塌 去见成灰 也要报死仇 我燕巡 反了 是死被随殿下 燕巡已经谋反 而圆巡还在等着他来接自己 就在这时有人进攻汇报情况 燕巡他反了 纯儿听完后差点没站稳 他为了不让父皇知道此事 竟然将汇报的侍卫给打晕了过去 真是太给力了 百分百确定他对燕巡是真爱 他以为燕巡谋反的原因是不想娶自己 于是不顾一切地闯进大殿中 请求皇上收回承命 可皇上只当他是在胡闹 原纯心里很着急 但又不能说出燕巡已经谋反了 他只能不停地磕头 可皇上怎么可能会答应他 他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女儿 并没有半点心疼之意 这时宇文月突然发现 星儿不见了 他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而星儿早已经跑了出来 就在他要离开皇宫时 要跑了 冤家来了 不理他 继续跑 可月公子竟将人家给拉了下来 还趁机摸了摸星儿的皮裤 老规矩 打架之前先吵一架 说得好 宇文月虽然背负了太多 但也确实是于衷 星儿这番话对他起了一定的作用 架已经吵完 接下来是什么环节不用多说 几个回合后突然来了一群侍卫 两人赶紧躲到了墙角 架已经打完 接下来是什么环节也不用多说 见面先吵 吵完再打 打完接着吵 星月夫妇见面的三大法则 月公子最后劝了星儿几句无骨 只能放任他离去 这时宫殿又有侍卫前来汇报 皇宫失火火势极大 从豫章一路烧来 势不可挡啊 就在皇上还没反应过来时 又一个侍卫前来汇报 有大批刺客潜入皇宫 已经死了六十五人了 皇上龙椅还没坐稳 又一个侍卫跑了进来 殷熏 反了 您可别抱了 皇上的小心脏受不了吗 皇上现在真的想抽自己 不过桌上那碗红烧肉挺扎眼的 不知道是不是星儿刚刚吃过的 皇上只好下令悬赏追杀燕巡 此时城内已经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平民百姓的尸体 这就是燕巡疯狂的计划 图成 星儿看到眼前的场景 内心不知道啥滋味 他这才想起了刚才宇文月说的话 你根本不打他的计划有多疯狂 他是一匹狼 给你亲手养大的 街上还有一些人在趁火打劫 星儿只能做最后的补救 还有人抢抢名女 这些都不是星儿想看到的 他也不知道事情会是这种节目 可他也间接参与了其中 这时燕巡骑马过来要接他走 星儿这表情我也不知道在想啥 穿尔公主竟然从宫里跑了出来 他还以为燕巡谋反是因为不想和自己成亲 燕巡哥哥 我不比你了 你不要这么做 我不嫁给你了 而这时原松也跑了出来 纯儿还双手护着燕巡 哥哥 你误会了 燕巡哥哥他不是造反 他只不想要跟父皇 跟父皇提出抗议 纯儿 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已经不是你的燕巡哥哥了 他是个谋逆的反贼 不是你想这样的 他只是不想娶纯而已 他是在报仇 傻公主终于被点醒了 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燕巡也很难得的跟纯儿解释了一番 纯儿 你的父皇早已在太庙设下重兵 要娶我的相上人头 今日我燕巡反与不反 这场大会 我都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他从未想过要将你许配给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燕巡哥哥 燕巡已经开始癫狂 而元嵩也是看不清楚局势 父皇是你没起初 不但让你实习定备后 还将自己的长相明珠许配给你 而你呢 背叛国家屠杀百姓 浪子野心七心当诸 这一集的燕巡是最帅的 九幽台上献血为宁 秀里山上白骨卫府 顶被侯府全府剧灭 燕北一世至今身手易出 黑化后的燕巡发言总是让人热血沸腾 你父亲吐我全家杀我百姓 念在以往的旧情上 燕巡打算放过他们 而元嵩也割跑与他们一刀两断 可纯儿还是不死心 他卑微地一步步爬到燕巡面前跪下 这一退 断了公主的所有念想 也让他彻底绝望 燕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身后元纯凄惨的哭声 燕巡决定离开之前血洗上武堂 上武堂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学校 你这么会算咋不算下心儿 啥时候跟你生猴子 虽然后面确实生了 而且生了三个 曾经的两兄弟在上武堂门口见面 这是他们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而且当时还打了一架 当年燕巡打赢之后说了一句话 燕巡说自己查清楚了三年前的事 燕巡说完就走了 在秀丽君的掩护下 成功突破了城门 可他们出去后竟然又将城门关了起来 而此时秀丽君还在城内厮杀 因为他觉得秀丽君是叛军 没有资格跟他重新回到燕北 秀丽君来到门口才发现门已经被锁住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燕巡抛弃了他们 如今退无可退 宇文华也领着人马将他们包围 他们只能死战到底 可敌我差距实在太悬殊 对方人马太多 秀丽君的将士们接连倒下 而这时城外的楚桥发现秀丽君还没跟上来 于是问燕巡怎么回事 燕巡说他们稍后就会赶上 可下一秒他竟然令人过河拆桥 火箭迅速将木桥点燃 这虽然断了追兵的路 可也断了秀丽君活着的希望 兴儿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他骑上了马 阿楚 你要去哪儿 我们答应过秀丽君 要带他们回燕北 我们要遵守诺言 燕巡说秀丽君是叛军 叛军需要接受惩治 可兴儿早就告诉了他 秀丽君当年是因为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他们也是被迫的 兴儿决定孤身去救他们 阿楚 阿楚 而此时秀丽君已经快被击溃 人马也所剩不多 红领鹤霄也身中数剑 可即使这样他还是死死捏住秀丽君的军企 就在这时 突然城门上的绳索被切断 大门缓缓打开 耀眼的光芒照在了将士们身上 他们纷纷抬头往门后看去 你可以永远相信楚乔 真是帅到炸裂 GP疙瘩掉了一键盘 楚乔炸裂的旗帜铁在他们身前 楚乔扛的旗帜铁在他们身前 楚乔扛的旗帜铁在他们身前 楚乔扛一来 秀丽君的将士们仿佛打了畸形 而这时宇文怀也从军中走了出来 老大先单挑 小弟在群殴 从古时候就开始流血了 不出意外宇文怀和星儿打了起来 留给怀公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怀公子用铁链刺中石狮 随后往星儿甩来 好在被他躲了过去 两人又围绕着另一头石狮打了起来 此时石狮心里害怕极了 活了45级的大反派就这样猛中了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为军舰主将阵亡 军心已经动摇 很团结地开始撤退起来 要是宇文怀知道估计会被气地活过来 星儿就这样将他们救了出来 而且为了前方世子的安全 他们没有着急感动 而是悄悄地在路上埋伏 接连十次成功扫脚了追来的卫军 秀丽君的人马也急速扩充起来 楚桥决定带他们去和燕巡会合 此时在不远处的树林中 原纯公主浑身脏兮兮地走在路上 曾经高高在上的公主 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情 沦落到比乞丐还卑微的地步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她终于来到了燕巡营帐的不远处 可却看到了让她心碎的一幕 原松不知何时竟然混了进来 她悄悄跟在燕巡身后 随后抽出了一把匕首 原纯公主虽然可怜 但不得不说原松就是被她给害的 手下健壮就要将兄妹处死 即使差点被杀 燕巡依然放过了他们 可刚才刺中她的匕首有剧毒 很快便昏迷了过去 好在中毒不深 大夫告诉他们这片地带草药寄去 必须马上转移 而楚桥这边发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竟然是燕巡的部下 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随燕巡撤离了 可现在却往长安城的方向折返 他们解释是是子让他们护送原松兄妹回长安 可等楚桥走进去的时候 却看到了令她极为愤怒的一幕 你们在干什么 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出去弹了 求爱的路上如此坦坷 原纯这部黑话天理难容 原松也浑身是伤的倒在一边 楚桥连忙走过去帮原纯披好衣服 随后将她抱在怀里安慰她 我带你们出去 我带你们回家 对不起 楚桥让贺霄仙带秀丽君去和世子会合 她怕两兄妹还会遭遇危险 便决定一路护送他们回长安 晚上两兄妹睡在草屋里 楚桥在外面守护他们 这时原松突然开始说梦话 不要跟她走 不要跟她走 这样你会没命的 诚儿不去 诚儿哪都不去 诚儿不离开哥哥 我可以保护你的阿楚 扎心了唇儿 此刻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这部黑话还有天理吗 次日众女劝世子离开 可阿楚还没来 可是你后面真不该利用她 随后在众女的劝说下 为了大局着想 燕巡还是决定先撤离 这边楚桥已经准备带着两人出发 可自己却突然昏倒在了马上 等再次醒来时 发现是原春在照顾她 你若是死了的话 谁会送我回长安 公主说的确实是她心里所想的 因为就在楚桥将他们送到长安城外离开后 原车突然出现 她马上跟原车告状 七哥 你这是怎么了 都是因为楚桥 如果没有她的话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一切 都是因为她 原车立刻派人追了上去 而就在这时 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傻子 她看到十多个士兵 在围攻一个弱女子 居然开始和马对话 而对方也发现了她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个时候竟然自我介绍 能不能尊重一下打架的人 剑马儿不愿意走 她只好继续说道 士兵们各个呲牙咧嘴 这祸难道是唐僧转世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停下来 听这傻子说话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楚桥趁机坐上了她的马 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而燕巡这边 已经回到了燕北的洪川城 可回来之后 不仅没人来拜见 还得知各个统领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必须要给他们来得下马威了 此时统领们 正聚在一起参加全牛宴 燕巡直接找上了门 这气场连我都震慑到 可坐在上座的老头 还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人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直接走到燕巡身前 把你花的 你们都弄我 霸气 这才像燕北王 没辜负燕巡的燕巡装 燕巡坐在她的位置上 并命令在场的人坐下 所有人都被她震慑到 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 认识一下 我是燕巡 你们的心帮 人不狠 江山抓不稳 简直帅到炸裂 另一边岳公子正全力 赶往咸阳执行秘密任务 而楚桥也打扮成小伙子 出现在咸阳 因为就在他将 袁松兄妹送回长安后 他们竟然对楚桥 颁发了追击令 他只能乔装打扮一番躲过去 只是这一荣术实在太精湛 我还以为捡错了绝 楚桥正好遇到 那个傻书生 被当成奴隶抓了起来 于是好心将他救了出来 晚上两人在庙里过夜 可这时外面突然出现一群追兵 楚桥为了救傻书生 也身受重伤 并且还丢失了残虹剑 两人刚逃出来 可又被那个奴隶贩子给抓住 次日星儿也被当成奴隶抓了起来 另一边岳七 突然手持残虹剑找到公子 这件原本应该在星儿手中 岳公子连忙去街上寻找 正好在奴隶贩的摊子上 看到一个侧影很熟悉 他立刻上前询问 可对方告诉他 那个女子已经被别人买走 送去雾棚城了 你到底是来执行任务的 还是来找老婆的 此时楚桥出现在一艘船上 为什么要救我 有何目的 我也是受人所托 来寻找你的下 你受何人所托 肖册晃子 肖册虽然没有露脸 可对桥桥也是够关心的 星儿和傻书生到了乌棚城之后 两人就此别过 可几分钟之后书生又被抓住 原来他身上有本账本事关重大 宇文月正是为了这个账本而来 可书生自己并不知道 而且还放在了楚桥身上 楚桥见他被抓于是一路跟了上去 可竟在成首府看见了宇文月 他连忙躲进了一个房间里 将里面的女人打晕之后 穿上了他的衣服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子是田首成用来讨好宇文月的 而这时月公子也走了进来 见他没有招呼自己 楚桥正准备开溜 听田首首说 你精通推拿 来 给本公子推拿一下 星儿一脸生气的样子 竟然背着我找其他女人 那必须得好好给他松松经过 星儿一步步走到他身后 先是听话地给他做推拿 可突然从后脑勺拿出一把小刀 音乐一响 必有好事发生 两人从浴池打到了岸上 在天上飞来飞去 宇文月突然一把抓住楚桥的衣服 你以为这就完了 他竟又跳上前 将楚桥最后一件衣服给扒了 楚桥连忙用沙杖将自己遮起来 战斗还没结束 月公子不依不饶 两人从地板上打到了床上 爱你如心扑山海 却寂静翻 只见星儿双腿一灯 月日星遥相对白 传千回 万般苦尽是非 战斗还在继续 人都看不见了也要继续打 床都快拆没了 这也太猛了 门外的月位都惊呆了 月妻怕公子会出意外 连忙冲了进去 跪 月妻要不要这么猛 其他的月位也不敢相信 公子平时看起来挺严肃的呀 没想到喜欢这样的调调 谁说不是 搞那么大事 一下子从水石子扑腾到床上 照面好激烈呀 不对不对不对 公子肯定是被下药了 我得进去看看 你是想要进去再看一次吗 而房间里又开始吵架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 你都爬上男人的床了 你正 你良正 两人刚打完一架 又到了激情澎湃的斗嘴时刻 看什么 没警星啊 再来 星儿我看见你憋笑了 这是宇文月走出去准备打开柜子 里面有人 又将人家撞晕过去 月公子你就是这样对待别的女人的 这时她也反应了过来 里面的女人才是填成守卫她准备的 可惜了 星儿听到她说可惜 顿时有点吃错 可惜什么呀 是坏了你都好上了 是 这柜子里藏了一个大美人 床上却躺了一个蒙业者 是个男人都会觉得可惜啊 星儿立刻嘲讽到原来你是男人啊 那我怎么刚才听门外的岳位们说 你已经六根清静了 马上就要做和尚了吗 如果你再用言语来激我 难得见星儿斗嘴没斗过月公子 她刚想离开却被月公子抓住 你放开我 我放 公子 这是填成守来告诉宇文月 魏书彥来了 想要约她见面 月公子找理由推脱到了明天 随后告诉星儿 公主 回到长安以后 就下令 要抓捕你 你应该知道 魏书彥 自幼就爱慕公主 她是为了抓你 次日魏书彥又来找宇文月 得知她昨晚和一个女人共度良效 便请月公子一会用餐食将她带来 魏书彥已经怀疑里面的女人是星儿了 因为宇文月的性格她很熟悉 除了星儿任何女人入不了她的眼 星儿告诉宇文月 天黑比较容易脱身 她准备晚上离开 可宇文月却说她不能走 外面魏书彥估计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 而且还有无数人等着拿星儿的人头领赏金 她的画像早就贴满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出去就是自投罗网 可星儿趋已决 从我决定跟燕巡回燕北开始 我就知道 全天下都将成为我的敌人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燕北是燕巡的家乡 也是我的家乡 就算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走出去 扎心了月公子 她终于难得地说起了情话 你要走 可以 你被人抓了 被人砍了 死在哪儿 都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让我知道 在我看不起 摸不着 绑不了你的地方 要不然我受不了 如此淡定的情话 不知为何有种淡淡的忧伤 就在星儿想换回自己衣服时 月公子又来将人家拦住 成天不是白色就是黑色 奔丧啊 于是给她挑了一套粉红色的衣服 试问哪个女孩不想自己美美的呢 果然只有在宇文月这里 星儿才像的女人 自古红蓝出CP 月公子好心机啊 好好打扮打扮 看着才像个女人 为了怕被微书叶看出来 公子还特意给她准备了帽子 戴上去的时候星儿人都傻了 你让我好好打扮一番 结果又把我的脸遮住 真好 你耍我是吧 星儿表示自己已经看不见墨 月公子说正好复习一下听声便位 早知道带这个东西 我还化什么妆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逗逗你 可你为什么会那么听她化去化妆呢 下楼梯时星儿差点摔跤 听着我 把手给我 快点 你们考虑过旁边月妻的感受吗 我要是她我就料摊子不干了 宴席时位书游竟然无意终神助攻 相识多年 我原本以为 除了你身边那个小婢女以外 你不会再对他人付出真情 唉 现在看来可未必如此 我还真是想看看 是怎样的倾国美人 能把月兄你 迷得如此神魂颠倒 谁都知道宇文月喜欢星儿 只有星儿自己不知道 书也可要冒昧地请教 美人的方明了 你动啊 你继续动啊 打得过吗 另一边往生营的营主也收到委托 要取星儿的性命 上次他救星儿是因为肖策花了重金 而现在肖策的嘱托已经完成 谁会跟前过不去呢 晚上星儿离开时 宇文月又追了上来 原来他逃走时大意偷错了马 竟然偷走了魏书叶的马 而此时马儿竟然想往回走 月公子只好带着星儿逃跑 这时魏书叶已经带人追了过来 好在两人躲在了隐蔽的竹林里 月公子将残红剑还给了星儿 而就在这时 往生营的杀手突然现身 星月两人直接站在了他们身前 大战一触即发 为首的女子看样子也是个高手 不好意思我看走眼了 女子见状赶紧逃跑 公子也无暇去追 舍身为宇文月挡扶针 如果这都不算爱 还有什么好备爱 次日两人出现在鸭镖的车队上 星儿终于醒了过来 可身上的毒还没有完全解开 队伍停下休息时 月公子又开始表白了 宇文月是真的很懂星儿 而且她的梦也慢慢变得和星儿一样 我已经说服了我的祖父 让她把所有宇文家族的奴婢 全都释放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叫星儿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比星辰还要惨 月公子开销后果然不一样 我不叫星儿 我叫楚乔 反正在我心里呢 你就是星儿 你就是星儿 我叫楚乔 我叫楚乔 叫她叫啥 就叫你星儿 我叫楚乔 你们笑得很甜吃得很香 为何我面前的却是狗粮 就在这时宇文月听到旁边有动静 走近一看 竟有个小女孩躲在车下面 星儿赶紧将她招呼出来 并且关心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星星 谁让你叫这个名字的 有没有搞错 这占有欲还能在墙线吗 星星问月公子手上的饼还吃不吃 月公子把饼送给了她 她立刻向一旁打招呼 原来草丛里还有个男孩 此刻的他们真的像一家四口 突然就儿女双全了 星星说小男孩名叫莫 星星见她可怜想把她带回家 可她的父母怕被牵连 不敢带莫跟他们一起 星星只好自己将她带在身边 就在这时星星的父母找过来了 这个男孩只好留在星月两人手中 两人莫名其妙多了的孩子 晚上三人睡在一起 莫睡在中间 宇文月表示很不开心 星儿问莫为什么还不睡觉 弟弟说晚上和娘去有事要办 已经很久不让莫跟他们一起睡了 你们会不会也为了办你们的事 把我撵走啊 小小年纪竟然会开车 长大了一定是个老司机 睡觉时星儿想给莫盖被子 却不小心摸到了宇文月的手 月公子一脸无辜 我知道谁惹谁了 真是憋屈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打斗声 他们走出去一看 只见一地的尸体 其中还有下午的那个女孩 他们抓到了其中一个人询问 竟然是燕巡手下的人 此时星儿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燕巡下的命令 以为是她的手下乱杀无辜 于是两人一路跟踪他们来到了营帐外 准备清理门户 而此时燕巡就在营帐内 他们正在寻找莫准备斩草除根 对方竟然送上门来了 刘夕 你给我滚出来 燕巡听到外面竟然是阿楚的声音 他不想阿楚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于是让手下全都蒙着脸将他们包围 自己则裹在了一件大衣中 两人并没有认出燕巡的身份 一脸蒙圈地离开了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阿楚 你终于黯然无恙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却不敢再此时面对你 老天待我 竟是从未仁慈 两人找了个山洞休息 月公子说自己出去找些吃的 星儿突然站起来叮嘱他小心点 月公子也叮嘱他不要乱跑 其实星儿大概已经猜出刚才的人是燕巡了 他叮嘱莫好好跟着雨文月叔叔 星儿一路看着燕巡走过来 他能理解燕巡做的这些事 但他也必须得去阻止燕巡继续错下去 等月公子回来时 星儿果然已经跑了 而此时的星儿也遭遇了危机 魏叔叶终于找到他了 星儿被他们逼到了悬崖处 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并用钩子勾住了崖壁 这时一辆马车往悬崖下打来 魏叔叶命令手下对星儿放箭 星儿灵巧地躲了过去 而马车中也伸出一把剑朝崖上射去 魏叔叶又令人砸石头 星儿从悬崖上落下 刚好掉在下面的马车里 车上坐的正是肖册皇子 小说中肖册对楚桥的爱 甚至不亚于宇文月 只是他知道桥桥的心 并不在自己这里 于是选择了成全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竟然有一群男人 月公子这边得知 星儿坠崖正着急时 突然一把剑射来 正是肖册给他送的信 月公子很快赶了过来 我的信刚发出 你居然这么快就来了 星儿呢 星儿 乔乔 还是这么乔 更好听一点 经小六星儿阿楚楚乔乔乔乔 一人一个名字 可星儿醒来后 马上又晕了过去 原来是之前中的毒发作 这种毒连月公子都毫无办法 可肖册却很清楚 这种毒是来自网生营 月公子准备去网生营找解药 星儿就暂时委托给肖册 网生营普通人很难找到 可在月公子这里却没费多大劲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网生营的基地 此时网生营的杀手们正在参加比赛 也就是自相残杀 最后三个活下来的人可以成为网生者 月公子带着月位闯了进来 还遇到了给星儿放毒针的女子蒙风 从他口中得知 他们都被营主强迫付下了毒 不按照营主说的去做的话 就得不到解药 宇文月问他营主的下落 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带我去找网生营的营主 这明明是一个选择 中途月公子还救了他一次 谢谢 完了 星儿有情敌了 很快他们便找到了营主 并将他砸了 这么简单 月公子一想便清楚这个人是假营主 他们只能继续寻找解药 终于在一间密室发现了一个机关 里面有很多药瓶子 可只有一瓶是真的 月公子想连这些杀手一起救下 要是以前他可不会管 他们可是杀手啊 杀手 也是 更可怜 没有人一出生 就愿意刀掏上天线 果然是受了星儿很大的影响 他通过闻解药的味道 辨别出了里面的成分 很快将其配置了出来 可杀手们却不敢吃 蒙风对月公子很信任 率先吃了下去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 所有人的毒都解开了 月公子让他们离开 可他们却站在不动 他们不知道去哪 家人早就没了 而且他们除了杀人啥也不会 宇文月就这样收到了一批手下 随后他火急火燎的来找星儿 萧策却告诉他 星儿服用过他送来的解药后 已经回烟北了 这可把公子给气坏了 宇文月 原来萧策是骗他的 刚才还以为爱人已经离开了自己 可现在却惊喜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月公子看似平静 内心早已激动不已 这次的音乐真不是我自己配的 是他自己出来的 星儿还是要离开 他对宇文月做最后的告别 若是燕北和大魏之间开战 我们也只能沙场上前 到时候 你也不必手下留情 这话还能说得再扎心一点吗 月公子问他 除了表明立场 你没别的话对我说吗 我们之间 还能说什么 扎铁了 老星 也是 一切只是我一厢情人 宇文月 星儿表示自己和燕巡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天 他冲动不起 更任性不起 而且他也担心燕巡 现在面临的局势 在爱你的人面前说担心别的男人 岳公子的心被炸得千疮百孔啊 我相信你 如幸福山海 他还是需要我的 至于情凡夫 月日星遥相对白 传千回 万般苦尽 烟熏消测园松百子化 固定夜等人哭晕在厕所 苹果名盘过心 只要以后的这一次又将何去 他俩终于不吵架打架了 只是这画面还不如打架 次日星儿便和众语会合了 可是他刚回燕北便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原纯公主偷兵服 率领二十万大军直指燕北红川城 烟熏想趁对方老巢空虚之士兵发长安 只留下了一些乌合之众在红川 可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燕北 如果红川失守 那北叔 蓝城 甚至整个燕北都会 大会半壁江山一在我手 而星儿却认为燕巡的家乡便是自己的家乡 便决定带领秀丽军死守红川 楚桥带着秀丽军来到红川城门口 可对方竟然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 燕巡手下大将成渊更是下令让手下放简 楚桥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便报上了名字 我是楚桥 让你们红川的最高手里来见我 成渊 你想干嘛 外面是楚大人 将军 快乐 成不下是楚桥 成渊知道后不仅没有收敛 还令手下设下埋伏 他们将城门缓缓打开 就在楚桥带人准备走进去时 燕巡的贴身侍卫封眠突然站了出来 姑娘 快跑 有埋伏 封眠 从小陪世子一起长大的封眠就这样被杀了 楚桥立刻令手下撤退到了安全的距离 此时卫军距离红川城仅40公里 成渊便立刻带着手下撤离了 楚桥终于带着秀丽军进入了城中 卫军抵达后直接放箭攻城 秀丽军只能苦苦防守 城里的百姓乱作一团 明日无时 出城抽响 否则城破真日 不尽全城 尽全不了 可楚桥并不打算放弃 他将百姓聚集到一起 给他们打了一波激起 将士们也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可为了守护家园 他们依然追随楚桥准备备水一战 次日卫军再次攻来 秀丽军穷极一切手段防守 他们在城外撒下燃料 楚桥用火箭将其点燃 城里士兵也向外面扔出火球 卫军毫无防备死伤惨重 楚桥带着秀丽军冲出城门 他一个纵身直接朝敌将飞去 乔峰扛着音箱都没他嚣张 终于是手下了第二波 可秀丽军也损失了不少人马 城里防守的道具已经用得快差不多了 可卫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 他们接下来该怎么防守 而燕巡这边还不知道 楚桥现在所面临的险境 这是一个侍卫前来汇报 楚大人收复秀丽军 带他们支援红川 已经在红川城打了两次仗 你说什么 哈楚姑娘还在红川 燕巡顿时坐不住了 就要下令回红川城支援 可他们现在已经快打到了长安城脚下 他既然决定回去了 那他无必要守 以他的性子 他不会走的 殿下应当以大局为重 燕巡只好令仲宇将楚桥带回来 可楚桥根本做不到 看着这些普通百姓遭遇屠杀 即使知道凭自己等人留下来就是送死 他还是打算和将士们死守 这边燕巡已经到了长安脚下 如今只要攻破长安 那大卫江山并可收入囊中 可就在这时一个侍卫来汇报 说楚桥不愿意离开红川 要和燕北子民共存亡 燕巡动摇了 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 一边是自己谋划了这么久的江山 因为一个人放弃唾手可得的江山 这时成渊刚刚赶了过来 得知燕巡要回红川之园 他立刻跪下劝阻 成渊试图以燕巡当年一家的残案 来劝劫他 城池丢了 可以再夺 军队散了 可以重组 而唯独人死了 不得复杀 死生 我可以放弃任何人 围堵阿楚 就这样 燕巡立刻率领元马启程 你们考虑过跨下马儿的感受吗 传令下去 谁能守阵楚桥 公主赏黄金换两 给我杀 这边红川城已经被攻破 卫军直接打进了城里 楚桥虽然武功高强 可毕竟体力有限 在杀完一个高手后便倒了下去 这时元纯公主突然出现 她手持宝剑一步步朝楚桥走来 上完先是一顿嘲讽 鸡里呱啦的说了半天 反正意思就是楚桥和燕巡害了她 自己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之类的 可导演没告诉她 反派死于话多 就在她要下手时 关键时刻还得是月宝宝啊 追求者多还是有好处的 这部剧应该叫楚桥和她的后宫呢 此时燕巡也已经到达了洪川城 月公子看到后便将星儿放到了路边 阿楚 阿楚 做好事不留名 请问你是雷锋吗 楚桥回到燕巡身边后 燕巡让她见几个人 走进来的竟然是成渊等人 承渊说自己为了助燕巡攻打长安 提前将洪川交给了孙和看守 自己前去和世子会合 楚桥说她关闭城门不让进 还向秀丽君射箭 更是引诱自己进城响灭口 这时孙和挺身而出 说事情都是她干的 她以为当时城外的是卫军 我明知道整个燕被警队 不可能有援兵来援助洪川 楚大人在此时带着秀丽君前来 我不明真相 误判秀丽君为敌方引兵 这才下令放箭 误判 真是好口才 当时楚桥都已经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孙和将一切过错包揽在自己身上 说跟成渊无关 当时他已经率兵离开了 成渊的部下也开始求情 燕巡问孙和 谁可以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末将的亲卫队可以证明 我懒得听你废话 阿楚 你的亲卫队 你咋不说自己证明 随后孙和还开始挑拨 说秀丽君之所以死守洪川 是因为有楚桥在 如果当日首将换成是我 我家将军 甚至是殿下 恐怕现在整个燕北 已经无姓烟了吧 你什么意思 全天下都知道秀丽君效忠的 只有你楚大人一人 为何殿下前脚刚刚离开燕北 他们后脚便到了你的回家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 我没有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胖子 楚桥问燕巡相不相信孙和说的话 燕巡没有回应 这时孙和突然拔刀自尽一阵清白 搭上自己性命的苦肉计 楚桥还怎么解释 世子你这眼神是啥意思 两人刚见面就产生了间隙 心儿只能转身离去 可就在他走到外面时 突然一个士兵拔刀刺向他 楚桥问他为什么要杀自己 妖女 就是因为你 长安城才没能拿下 就是因为你 离过了殿下 才会让我们大败 全家都死在魏军手下 就差一点 你这个妖女 还不赶紧拖下去 决法处置 这个士兵说的没有错 确实是楚桥阻拦了他们报仇的角度 楚桥死守洪川也没有错 只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 而燕巡其实早就知道洪川城的事是成员所为 之所以不杀他 是因为成员可以帮他做很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 这时有人前来汇报 说元松带人在不远处驻扎 还声称自己是燕北王 奇怪的是他只带了十几个残兵 成员又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准备晚上带人刺杀元松 可等到了时 元松却出奇的镇定 大晚上的蒙正面来送人头 你什么心态 原来是宇文月仔 可不知为何 月公子竟然放了他一条生路 打仗不一定要硬碰硬 不要忘记宇文月可是叠指天眼的继承人 洪川城已经有了他的内影 次日蒙峰等人在这个叠者的带领下混进了城 他们准备将消息发出城给宇文月 但不要忘记了 楚桥也是叠者 在看完对方的信之后 他将信的内容修改了一下 竟然要将公子一锅端 你忘记你的姿势谁教的吗 公子看到信之后马上就发现有诈 信上的害字让他认出了这是心儿的自己 于是立刻命手下发出撤退信号 这边蒙峰等人刚刚撤出城门 秀丽君突然出现在面前 打斗了一番后 只剩蒙峰三人逃走 成渊又开始借机挑拨了 先是夸楚桥大人破坏了宇文月的叠者行动 随后又说楚姑娘真是了解宇文月 熟悉他的行事方式 明白他的意图 而这点燕巨心里也很清楚 而这点燕巡心里也很清楚 他也开始对楚桥产生了怀疑 于是燕巡便找到他 第一句话就是问那几个碟纸是不是他放的 你不相信我什么 你若说不是 我就相信你 那我告诉你 不是 如果真的相信就不会问完 燕巡问完就想离开 星儿却喊住了他 燕巡的百姓对你的归来求收以待 我们就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回报他们 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真正的和平 都是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 两人都没有错 道不同不相为谋 分开是迟早事 另一边燕巡公主因为偷兵服的事入狱 皇上原本要将她斩了 谁知燕巡的母亲为贵妃以命换命 皇上只能放她一条生路 燕巡又恢复了高贵的公主之身 可不想这一放差点把自己放美了 老婚君自从燕巡叛变便染上了疾病 加上燕巡断壁 燕巡偷兵服 这些事都让他感觉分分钟要和大卫说拜拜 而就在这晚 皇上的咳嗽饭了 呼唤了半天没人理她 此时要离她只有0.01公分 可却像隔了几座山一样远 就在这时一只手把药端了起来 皇上惊恐地看着对方 原来是心爱的女儿 她顿时放下心来 可她不知道更惊恐的事情还在后面 燕巡告诉她 老太监等一众吓人都已经被她撤走 当她提到燕巡哥哥时 皇上说她是反贼 若不是你猜测手足兄弟 突击城 灭击足 逼得燕巡哥哥在九游台上生不如死 痛不欲生 她又怎么会走上谋反之路 老昏君说燕巡和她爹一样心存二心 现在高举反其 弄得生灵涂炭 弄得生灵涂炭的人是你 最有应得的人是你 该死的人也是你 大胆 你竟然为了一个臣子 来污蔑你的父亲 现在知道自己是一位父亲了 当初将自己的女儿当妻子的时候 可曾这样想过 原纯将她做的冤孽的事情一件件数不出来 你冤沙定位侯逼死白盛 残害忠良这是奇因 你污蔑燕北造反 屠杀无辜百姓 这是其二 你为了不让天下人骂你是暴君 你故意赦免宴许各个姓名 背地里却挑唆各大门阀去暗杀 让他们互相残杀 公主仿佛突然开窍了 只是她又忘记了反派死于化多 你还要我进去说下去吗 皇上被气地吐了口老血 为君不忍 为兄不义 为父不辞 也些多疑善疾 犹如富人 所以如今才会落得 妻离子散的场面 说得太解气 总结得太全面了 仇儿跟您说一句 做事 要我不做 要我就做局 你既杀了丁北侯 就应该杀了燕雪 你杀了我母妃 你应该杀了我 纯儿终于长大了 这都是被你给害的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知道 单纯善良只会被人践踏 天真的人活不了多久的 不是我变了 是纯儿长大 原纯说完便拿出了一个药品 将里面的毒药 撒进了皇上的药中 皇上此时已经被吓傻了 干什么 来人啊 来人啊 老昏君被吓得在床上不停打滚 原纯端着要优雅地走过来 还告诉他 你喊破喉咙 或许有人会来救你 皇上只能不停地喊 破喉咙 破喉咙 纯儿 父皇知道错了 你要江山是吧 父皇给你好吗 我要江山又有何用 此时他已经被吓破胆了 说完原纯直接将要往他嘴里灌 可就在这时 原松竟然回来了 看来喊破喉咙还是有用的 原纯行刺失败 太惨了 他好像做啥事都没有成功过 这时原纯紧一个回头 老昏君怕怕呀 可怜的原纯又被软禁了起来 不过这身衣服还挺好看的 而燕北这边 承渊又开始整活了 他竟然拿着燕巡的指令 要将秀丽君调去秀丽山 这是燕巡的命令 赫霄不得不遵守 但他心里很清楚 这一定是承渊搞的鬼 楚桥肯定还不知道 于是提出能不能和楚大人告个别再走 承渊却反驳到要立刻执行 而且秀丽君这个番号将不复存在 说完就带人出去 要将他们的军旗销毁 承渊直接一刀将旗砍成两半 双方立刻爆发冲突打了起来 不久后承渊前来报信 说秀丽君不听殿下命令意图造反 还指明点心要见楚桥 说只听楚桥一个人的 这会真是一天不搞活心里难受 突然有点想念宇文怀了 有一方他们一马 竟然得寸尽尺 送他们上路 诺 燕巡下令将所有动过手的秀丽君军阀处置 就在这时楚桥赶了过来 上来先给了贺笑意的大嘴巴 你就是这么带兵的吗 君旗和番号是军人的荣誉和生命 骑手在 士兵在 大骑就应该在 我是吩咐过你 要你们保住番号和君旗 但我有让你们跟自己人动手吗 你们不仅不认错 还敢在殿下面前出言不讯 你们想干什么 乔乔也会玩套路 随后他告诉燕巡 秀丽君保护君旗都是受了自己的命 自己自愿请求军阀处置 我没记错的话 你现在在军中并无实职 秀丽君什么时候成了你的部下了 闭嘴 我和殿下说话 哪有你插嘴话 这是燕巡一步步走到阿楚身边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属下非常明白 你是要和我作对 殿下严重 属下只是在为自己的军队负责 你的军队 完了 楚桥好像说错话 但好像又没错 楚大人因病谢职 早已不是秀丽君的将领 秀丽君所犯之罪 与他人无关 信心 楚桥直接向燕巡下跪求情 这还是以前的他们吗 阿楚 你平心而乱 现如今秀丽君效忠的是谁 楚桥说自己愿意用性命担保 秀丽君上下只忠于你燕巡一人 你愿意性命担保 是 我愿意担保 那么除了你 还有谁愿意为他们担保 阿金刚想站出来却被众羽拦住 这个时候谁处没头谁死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相信他们秀丽君 请殿下收回成命 楚桥甚至都磕头求他 可燕巡杀意已决 行行 不要 不要啊燕巡 不要 楚桥已经彻底心凉 而燕巡也即将失去他心爱的阿楚 晚上他来到楚桥窗外跟他道歉 说这么久两人从来没有好好聊过 突然很怀念两人在长安城的日子 秀丽君的事情他也没办法 让他们离开已经是最大的慈悲 可他们竟然以下犯上 对不起 让你伤心了 可是我没办法 我发誓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所以我要把长安 把整个天下都送给你 也许这不是你想要的 却是我能给你的 最好的 燕巡只是想给楚桥最好的名分 可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伤透了楚桥的心 任何人都可以离开我 你不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背叛我 你不可以 阿楚 我只有你 而楚桥心里也很明白 可惜你我 亦非同路之 这边皇上准备赐死元淳 不想却被为输液救下 可为输液也身中树刀 最后死在了元淳怀里 唯一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死了 严彻追过来后还是放了元淳一条生路 可这一方 差点将燕巡给放没了 自从红川一战后他经常头痛 而阿金得知附近不远处有个女神医 便将他请了过来给燕巡看别 此人带着文章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也像个八十岁的老人 燕巡问他嗓子是不是天生如此 怎么会又是家中遭风大火 嗓子被燕巡坏了 是被燕巡坏了 还是被燕巡坏了 他提出有一个针灸手法可以缓解头痛 可就在燕巡躺下闭眼时 他竟然拿出了一把匕首 杨斯科 可怜的淳儿啊 就没做成功过一件事 而且每次失败还都没有丢性命 淳儿 不出意外燕巡这次也放过了他 你走吧 淳儿 对不起 你好好保重 另一边楚桥收到消息 有人将秀丽君引到了冰湖 怕他们遭埋伏 楚桥连忙追了上去 等到了冰湖时 发现秀丽君安然无恙 而且在这里还遇到了老熟人 没想到能够在这遇到你们 你们还好吗 你这是问谁呢 是问我月七吗 我很好 我特别好 能是能睡的 五一也经济了不少 这电灯泡不仅亮 而且还会说话 将月七支开后 月公子告诉楚桥 是燕巡的人将自己引到此地 又把星儿给引了过来 看样子是想借自己的手除掉星儿 并且月公子一下就猜中了是那个成渊 星儿向宇文月吐露了心声 他说燕巡心中的仇恨实在太大了 自己原本只想好好活着 可认识燕巡之后 听他提起了燕北 他描绘的画面正是自己的理想之地 可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 这里也一样有勾心斗角有杀戮 星儿说自己也不是个好首领 只是救了一次秀丽君 却让他们一次次陷入战争与危机 他痛恨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小 向秀丽君许下的诺言始终无法实现 自己内心所希望的和平也无法做到 宇文月问他后悔了吗 他却说自己从没后悔过 只是有点累了 这些心里的话 或许只有在月公子面前才能说得出来 月公子告诉他 累了就好好地休息一下 休息好了就继续往前走 任何事情都无法一蹴而就 就算没有成员也会有别人 你以为燕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各个中原 人人大义 每一个人都翘首以待的 等着你们回来统领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战争 每个成就大业的人 都是从尸山血海阴谋陷阱中走过来的 既然你选择这条路 无论如何都得走完 星儿问他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你不是不希望我回燕北吗 比起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更希望 你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 快乐地活着 星儿听完忍不住哭了 在宇文月面前 星儿才会展现出自己柔弱的一面 宇文月 我从来不归前任何人 唯一 我归清的态度 无法成功 想哭 有痛快的哭 只是岳公子你就不能过去抱一下人家吗 不知过了多少天 星儿撑着一把小花伞走在树林中 也不知道要去干嘛 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破庙中 正好看见宇文月带着手下在里面吃火锅 原来岳公子今日特意带手下潜入城中 只为了救几个被燕巡列族后剩下的孩子 看见星儿来了 岳公子让手下先走 也不问问人家有没有吃饱 星儿告诉宇文月 全眼北都在通缉你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吃火锅 最可恶的是竟然没有占脚 星儿只好拿起一旁的酒喝起来 宇文月问他你不是不喝酒吗 今是不同往日了 我现在倒觉得酒还真是个好东西 能帮你忘掉很多烦恶 岳公子的眼神是有点心疼啊 随后星儿嘲讽道 你这么久多次以少胜多打退烟许 现在风光正盛了 美林关的世家小姐们都亲自送上门来 你怎么会想起我呢 你们吃的酸汤猪脚火锅吗 这么酸 这人哪 年纪大了果然是不一样 越来越有自知之明 两人竟然又难得地斗嘴了 不过你放心 我这个人眼光向来很差 那些个世家小姐们 貌美服务呗 身材又好 又有教育 我是看不上他们 这话咋听得像骂人了 我听说你生瓜了 对付了个一关半只 不过我倒是听说 赵贵派赵家子弟前来美林关 似乎想要分你的权啊 两人对对方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老夫老妻掐架果然精彩 吴先生学富武车 又精通医术 你的失婚症可治好了 网生银如今更名唤姓 露了叠指天眼的山头 古有曹梦德煮酒论英雄 经有星月煮火锅互相吃醋 炒完之后又是一顿沉默 战场上刀剑无眼 朝堂上风云莫测 你自己多保重 那些还伤不到我 不能伤到我的 很快就不再属于我了 宇文月问星儿 他日战场相见时 你会砍下我的头吗 星儿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会杀你 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击败你 是吗 可我做不到 星儿说 人若身处荆棘中 心不动则人不动 不动则不伤 心动人则妄动 伤其身痛其骨 不动则不伤吗 那我早已被荆棘刺穿了 好经典的情话 爱得越深则伤得越深 燕巡得知楚桥和宇文月见面了 便准备派人在他回去途中将其截杀 还故意找人装成秀丽君找到宇文月 说燕巡得知他俩见面 便想令楚桥杀掉宇文月 可楚桥不肯 于是便带秀丽君和黑鹰君打了起来 赫萧统领战死 宇文月立刻问他星儿现在怎么样 对方说他还在苦苦支撑 如此鳖三的计策乐器直接看了出来 说他们一定是将公子引过去群宫 公子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 是真的 是有霸就是假的 而且应该是有人故意涉局 引我们调入陷阱 那另外的事之一二呢 而这边楚桥收到燕巡命令 说他私通敌手 要带他去洪川城问话 可楚桥走到一半终于反应了过来 燕巡这是故意要支开他 于是立刻往燕巡方向赶去 正好在路上遇到他们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觉得呢 宇文月呢 他已经被我射杀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燕巡说他潜入燕北心腹之地 自己杀一个大卫军官有何不同 你可以在沙场受光明正大的沙头 但是你怎么可以利用我 利用他对我的感情 燕巡说自己身为燕北王 很多事情不得不做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屠杀我的战友和军队 逼迫我废弃我们的理想 驱逐我远离中心 不信任我 监视我 这些 都是为我好 我只是想保护你 这种保护就犹如囚禁 燕巡最后问了楚桥一个问题 这些年 你爱过我吗 楚桥说我不知道对你的感情算不算爱 但是我在意你关心你 以你的梦想为梦想 不想看到别人伤害你 把你的家乡当成自己的家乡 但是我现在却疑惑 我做的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 我到底有没有看清 楚桥说他回燕北后 便开始各种怀疑 怀疑众与怀疑吴先生 更是怀疑楚桥 一切对他权力上有威胁的人 他都怀疑 你已经变成权力的奴隶了 也许 我不怪你杀奴隶 我只怪你的手段太过卑励 你不该这样践踏我对你的重心 你不该践踏我们之间的感情 现在 如你所谓 我要去找宇文月 你赶紧走吧 岳公子都快撑不住了 我最后一次警告 如果宇文月死在燕北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楚桥终于驾马离去 而此时宇文月已经浑身是伤 岳未所剩无几 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就算在厉害 可面对对方一波又一波的车轮战 他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这边岳七也遭到了围攻 身负重伤已经快站不稳了 岳七用信令阻拦成渊去找公子 最终倒在了雪地上 这时楚桥终于赶到了 直接飞身一脚将成渊踢飞 成渊明显不是楚桥的对手 被他一顿面 真的太解气了 成渊这根脚屎棍终于没了 这十月气竟然炸尸了 可家公子 他在冰湖 星儿准备往冰湖赶去 可面前还有无数黑鹰军的阻拦 这时赫霄带着秀丽君出现 楚桥终于可以放心地去找公子了 月气真的就这样没了吗 放心 他可不会死 月公子这边还在奋力杀敌 敌军一波接着一波 月位早已一个不胜 而这时湖面的兵也开始破裂 宇文月何时这么狼狈过 以前他也曾经不顾性命救星案 可却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险境 敌将终于被他斩杀 月公子缓缓站了起来 撑着建立在湿山血海中 星儿手持弓箭急速赶来 而这时燕巡大军就在对面岸上 他毫不留情地示意手下接着上 又是一波敌军袭来 可宇文月已经没有在战的能力 星儿终于来了 以前都是你救我 现在轮到我就你了 黑鹰军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星儿的剑下 可燕巡还是不打算放过宇文月 他让手下把剑拿来 这时湖面上的兵已经彻底破裂 燕巡也向宇文月射出了致命一剑 公子终于倒下再也站不起来 星儿赶紧扑了过去 星儿 我来了 你走啊 我哪里不去 星儿 电话 对不起 这应该是月公子第一次哭吧 我最后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坚持住 你要坚持住 星儿想扶她起来 可宇文月已经彻底了的力气 你去吧 你 起来 我起来 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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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儿的哭是真的太有感染力了 阿楚 保护我 死了 而燕巡也准备下最后的杀手了 阿楚 你说我变了 其实我从未改变 只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真正想要什么 而如今 我却要以这样的方式 将我的信念 我的抱负 一一告诉你了 他招呼手下继续上 可冰恋已经承受不住这么多人的重量 阿楚 星儿要用性命保护自己的爱人 敌军一个个倒下 冰面破裂的也越来越严重 一些士兵直接沉入了湖中 等星儿回头时 却发现宇文月在另一块冰面上 燕巡派人射箭击中星儿脚下的冰块 要将他拖回来 而宇文月也慢慢开始往下沉 宇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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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星儿的声音 她强撑着睁开了眼睛 而星儿背上的彼岸花也若隐若现 风云令即将出现 可现在如何救自己的爱人 活下去 跟我一起 我要你和我一起 活下去 宇文月一把将星儿推开 自己慢慢往谷底沉去 这时星儿背上的彼岸花彻底浮现 电视剧到这里就完结了 可故事却还没有结束 宇文月 月公子由于伤势太严重沉入了湖底 而楚桥当然被燕巡给救了上来 可就上来后燕巡竟将他给囚禁了 很快两年时间已过 大卫已经被燕巡打得岌岌可危 可他一直不敢发动总攻 因为就在他不远处又兴起来了一股势力 掌管该势力的人以青海王自称 此人神机妙算极其神秘 形势神鬼难测 曾经以极短的时间 率兵占领了燕北重要的县城 手下更是高手如云 这人正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月公子 当日沉入冰湖后 月九带领二十多个月位拼死 将他救了上来 而且三天之后 还遇上了大难不死的月七 后来月位将他送到了他老师那里 宇文月在老师面前很茫然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老师告诉他 既然无路可走 便自己开辟一条吧 于是便有了如今大名鼎鼎的青海王 而这边宇文家族向燕巡索要尸体时 他们随便安排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尸体送过去 宇文家族要尸体的目的是要将宇文月逐出家本 因为家族认为他一个继承人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生死 还害死了诸多月位 简直丢尽了家族的脸 所以尸体运过来时他们根本看都没怎么看 就将他随便找个乱葬岗白了 这正好宇文月再也不用背负家族的使命 凭借自己实力和昔日的手下资历蒙古 而燕巡这边因为战事原因 对老百姓的发赋税太过严苛 百姓甚至都吃不饱饭 于是便开始造反 而早早被燕巡驱逐的众女也在其中 最后为了保护百姓 在燕北军中深受重伤 最后死在了楚桥怀里 燕巡的行为让楚桥彻底心灰意冷 便决定离开燕北 燕巡自然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便立刻派人拦截 可不要忘记楚桥后面还有一支军队 如今已经九千人的秀丽君誓死追随 终于成功杀出了燕北 而就在这时 大梁太子肖策和青海王竟然同时来到 楚桥看见肖策终于放下心 疲惫的倒在他怀里睡了过去 青海王更是派人给肖策断后 让他护送楚桥离去 而肖策根据青海王的行事风格 大概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 肖策立刻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楚桥 楚桥顿时愣着 根据肖策所说 这个青海王的行事风格确实很像那个人 他不停在脑海中推敲这个念想 几乎可以确定 此人就是宇文月 而且又大动干戈救了自己 并且像以前一样深藏功与名 肖策说完后便告诉他 如果你想通了此人的身份就告诉我 我给你置办了一份嫁妆 你若嫁我 这就是彩礼 你若嫁他 这便是嫁妆 肖策对楚桥的爱 虽没有像宇文月一样刻骨铭心 可依然让人无法忘怀 楚桥和宇文月在见面是在一次灯会上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依稀记得当年月公子给他买的纸兔子 吃醋将别人给的糖葫芦扔完 两人见面的场景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在这里就不多叙述了 后来大梁内政动乱 肖策被自己的母亲堵死 楚桥为了不让肖策的江山落入小人之手 便率领秀丽君攻进大梁 在宇文月的帮助下 以铁血手腕清除了肖策生前所有敌人 封号秀丽王 并且扶持了肖策的儿子登基皇位 最终回到了宇文月身边 宇文月也以青海王的身份登基称帝 楚桥成为了他的第一皇妃 并且废除了原来的奴隶职 还实行了一夫一妻制 两人有着共同的理念 他们的国度很快繁荣昌盛起来 多年后 大梁青海燕北大卫都已厌倦了战争 便一起制定了一条70年的和平条约 而燕巡最后落个孤身一人的下场 虽然为了权力娶了肖玉为妻 可却从不曾爱过他 在后来宇文月和馨儿生了三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女儿喜欢黏着肖册的儿子 也算是圆了她父亲的一个心愿 至此楚桥转完结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不要走开 后面的剧同样精彩 就叫你姓儿 我叫楚桥